大家欢迎 张老师呢 是我们首周四半大学 物理系 物理系 七七一校 然后在我们上 在你家 中学校 张老师是 中国联系大学 四大名字 是因为四上课 张老师在那上课的时候 都是万人通校 常常报名 这是一项男的机会 今天呢 我就利用这个机会 我从社会学的角度 给大家讲讲 这一方面的问题 首先呢 是简单介绍就是 我们这个社会学 我们这个社会学 它不是政治学 不是经济学 也不是文化 那么它不是那宏观的社会 它也不是那微观的社会 微观的社会呢 叫社区 那么我们呢 是一个中观 中间的中 那么这个社会呢 它是研究尘埃乍起 不是说错了 研究尘埃飞养 尘埃乍起 是新闻学研究的 它要追求新闻性 时效性 是吧 那么尘埃落定呢 就归历史学了 所以说你问问 说历史学 你们学什么呢 他说我们研究的是 充分沉淀了的事实 什么叫充分沉淀呢 就是当事人必须得死 当事人的儿子 孙的辈也得死 一般到了重孙的辈 已经不太知道老爷爷干的事了 这样的话 情感的因素呢 就比较淡了 利益的关系也比较淡了 所以我们叫尘埃落定 充分沉淀 沉淀时间长了 变化实了 考古学研究 所以我们有个比喻 今天的事新闻 昨天的事尘延飞扬 我们前天的事历史 大前天的事考古 你注意社会学最危险 为什么呢 人还在心不死 利益的关系也在 情感的因素都在 所以一解放 毛泽东进行院系调整 就把社会学 从高等学校里头 大学里头调没了 原来社会学最发达的 比如说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没了 社会学的学者 比如说费孝通先生 都通通打成 57年通通打成右派 完了 这学科就没了 完了 到了1979年3月30号 邓小平同志指示 社会学要赶紧补课 社会学就恢复了 在北京恢复最早的 四个单位 北大 北大 人大 完了社科院 两天年 清华大学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对吧 他们就派人去考察 考察完了呢 他们就找出自己的差距 清华大学的差距呢 就是有技术 无文化 有知识 无思想 说这叫大学吗 这叫学院 是工程师的摇篮 是吧 怎么造禅 怎么造车 怎么编软教 人文 他们没有 因为原来他们的文学 他们的社会学 都是最发达 但是都给调没有了 毛泽东 为什么要调没有 愚民政策 因为我们社会学 是要研究人 人性社会 这些事他自个儿研究 人毛泽东自个儿研究 他不让你们知道 愚民 赤裸裸的愚民 全世界登峰造极了 没有比他再愚民的了 他遇到什么程度 他遇到了1966年 他说了一句话 叫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所以1966年呢 他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当时呢 小学还还有 但是也没有正常教学秩序了 初中还有 高中没有了 所以你注意 1966届高中毕业生 就是我 我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以前最后的一波高中毕业生 叫高三 就66年那年啊 我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学生 六年小学 六年中学 我念完了 五月份毕业考试 七月份升学考试 五月份我们都毕业了 复习两个月呢 七月份要举行升学 就是考大学 在六月一号那一天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 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所以我就是从1966年 六月一号开始 就不上课了 不是说我不上课 北京是绝大部分的学校 都不上课了 完了干嘛呢 毛主席挥手下乡 所以说今年 68年我就下乡了 今年是08年吧 上山下乡 40周年 所以今年一月份 北京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上卫星 叫卫视 他办了 他拍了一个片子 叫拍了一个 这个专 叫谈话节目 叫五星夜话 五角星 这边做一个知识青年 普存心 现在仁义的一院长 代院长 副院长 这边做一个知识青年 叫聂卫平 号称其胜 这是个鸡角 作为我 完了一个主持人 叫春京 还有一个评论员 是中国两个级别最高的单位的一个领导 中国级别的最高单位是什么 是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 一个文联 一个作协 谁管 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管 中宣部代管 全国就这俩单位是党中央直接管的 当然还有中央军委 那咱不说 咱说的是文的 这边 中央军委 但是中央军委 他是管军队的 我们就说这些部门 那级别最高单位 你注意中国级别最高的单位就是中国作协 中国文联 党中央直接管 什么叫中国中央数据处 就是党中央的常务机构 是吧 常务机构 对吧 所以他们的一个头来评论 但是你注意普存心和这个聂卫平 他们俩都不是当时上下箱子头 也就是1968年 他们俩都是未成年人 我是成年人 我19 他们俩呢 都不到18 为什么 他们原来是我上高三 聂卫平是初一 普存心是66届小学毕业生 也就是说我是66年 那年我高三 他是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呢 他又上了三年初中 他就变成69届的初中毕业生 我问问你有没有69届高中毕业生 没有 有 台湾有 香港有 澳门有 你不能说中国没有 中国除去港澳台 中国大陆包括海南岛 你要说中国大陆啊 你还不能包括海南岛吧 海南岛不是大陆啊 海南岛可是少了 所以你得这么说 除去港澳台 中国大陆客户加海南岛 这别扭 别扭大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 这个 所以说呢 当时呢 就是 就是69届 70届和71届 这三届在中国大陆 没有高中毕业生 一般到了72年才恢复高中 大学不办了 所有大学都不办了 到了70人代以后 毛泽东非常勉强的说一句话 叫大学还是要办的 听这话啊 大学还是要办的 马上加了一句话 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社科人文还是不办 明白吧 所以说清华大学呢 就变成了工程师的摇篮 他们一毕业 在他们脑里头 全是工程 著名代表人物 钱学森 什么都是工程 人体工程 这个工程 那个工程 在他们眼里 人都是工程 没有灵魂 没有思想 没有脾气 没有秉性 是吧 全成了工程 全工程嘛 冷冰冰 后来 一到了03年的4月28号 将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 到人民大学视察 他才讲了四个通等珠药 他是为了扭这个温 他怎么讲的呢 大体的意思就是说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 同等珠药 提高科学素质和提高人文素质 同等珠药 培养科学家和培养哲学家 美学家 文学家 史学家 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的这些学家 同等珠药 任用好 培养好 科技方面的专人才和 培养好 认为好 人文社科方面的专人才 同等珠药 他讲了四个通等珠药 这可是一个标志型的事件 后来江泽民当时的总书记 他又到社科院讲了 所以说原来我们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全是科学 现在改成自然科学和人文顿号社会科学 人文不加科学了 你注意 原来叫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现在加了一个人文顿号 再往前走 实际上应该怎么改 叫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 人文后头 别给我加科学 人文是不是科学 不是 对不对 有人说什么叫科学 科学是求真的 文理道德解决善恶 科学解决不了 这个美 求美 科学解决不了 善和美 他只能求真 所以有人有一个经典的定义 什么叫科学 科学就是求真的过程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 基科学的精神 科学的态度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进行科学的探索活动 和科学的实验活动 进而得出一个一个科学的结论 科学是什么呢 是一个求真的过程 这个过程要不断的去俗取经 不断的去尾存真 不断的扬气 不断的证实 不断的证伪 不断的存疑 不断的实验 科学这个求真的过程 永远不会完结 所以有一段名言 叫人类总是不断的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 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有人就问马克思的创始人 叫卡尔马克思 问他说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呀 卡尔马克思说了 怀疑一切 所以说怀疑精神 就是科学精神的精髓 什么叫怀疑精神 就是把所有的科学结论 都要放在实践中 不断的进行检验 做到与时俱进 今年改革开放将近30年了 30年以前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 叫拨乱反正 那个乱是谁干的 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了 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活着时候有两句话 是他的命根子 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完全必要的 是非常及时的 说起文化革命团 多插一句 1919年五四运动 我们叫文化革命 1949年以后 我们叫文化大革命 1966年以后 我们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仨概念 天壤之别 当然咱们不是研究这方面了 咱们就知道文化大革命 其实你要再分 完全不是一码事 你注意 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是文化大革命 是革了文化的命 你想中学 高中不办了 大学不办了 有这样荒唐的国家吗 人类历史上没有过 你说什么 不办了 他就不办了 所以说 你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好 那么马克思主义 他就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所以党的实义 三中全会 叫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报到党中央 党中央说 再加两字 加什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唯一那俩子对谁去的 对着毛泽东去的 因为当时有两个凡事 就是凡事毛泽东说的都对 凡事毛泽东说的都对 凡事毛泽东的指示 都要让他指示去执行 简称两个凡事 第一次思想解放 现在我们提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 大体上第一次思想解放 就是从毛泽东说的全对 解放出来 就他说的不对 十年文化大革命 被党中央定义为十年动乱 十年浩劫 谁干的 毛泽东 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第一位的领导责任 所以这次去年开的党的十七趟 你注意胡锦涛有一段话 叫做我党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彻底否定 以经济斗争为刚的 错误的理论和实验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吧 当时是小平同志 把将军们叫来了 跟他们讲 举了一个手指头 说现在是一个中心 不是俩中心 不是多中心 这一个中心是什么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能动摇 党的基本路线 要管一百年 胡锦涛一上台 又加了四个字 叫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不许看别的字 聚精会神 你以为这话 没有针对性 没有针对性的话 那叫废话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社会上 在党内都有鹰派 他们不惜停止 现代化建设 他们前仆后继 他们要打台湾 所以说在05年的 7月11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 防务学院的院长 中国人民军 国防大学 防务学院的院长 朱成虎少将 他在接待香港 明天更好基金会的 外国记者 大陆访问团的时候 他用英文跟你说 他说 中国人民已经做好了 西安以东的城市 全部遭到摧毁的准备 西安以东多少城市 中国一共是660多个 西安以东大约就是600个 按照第5次政务普查 西安以东人口10.6个亿 中国13个亿 大约890%都在西安以东 他就说了 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做好准备了 他跟你们删了过吗 没有 他口气就这么大 我就代表中国人民了 而且他用英文跟外国记者访问团说 马上就给他全世界都公布 他不是私下里说的 是吧 他说 西安以东的城市 全部都到摧毁 他说的摧毁就是核武器 是吧 但是他说 美国你也得做好准备 你的西海岸 100个200个 甚至于更多的城市 也要被我们摧毁 他干嘛呢 他玩核讹诈呢 因为美国打的中国的核弹头 6600 中国打的美国的核弹头 按照他的说法 数百 数百 你想 你把美国200个城市 拿核武器给毁了 美国那6600核弹头 就全过来 他就急了 中国660个城市 6600 一个城市摊十个 把你打回到玛雅文明 知道吧 中国就没了 1000年以后 有人在这挖 呦 1000年 这还有一文明呢 那这1000年以后 在这挖 对对 所以说毛冬 跟小平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党有四波领导人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毛泽东对世界的抗法 就是第三次大战 不可以避免 立足于早打 大打 打核战争 深挖洞 广基梁 不称霸 一战打完了 出了一个瘦主义国家 苏联 二战打完了 出了一个瘦主义阵营 三战打完了 全球一片红 中国人死一半 没事 他自己说的 跟谁说的 他跟苏共中央总书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也就是前苏联的一把手 何鲁晓夫 那么何鲁晓夫就把毛泽东 亲自说的这话 写的回忆录 前几年有我们新华社 出的参考消息 给他登出来了 参考消息 可不是瞎的 可不是一般出的 那叫新华社出的 我看见了 我亲自看见了 你们也可以看 是吧 你们查 对 他说什么 何鲁晓夫说 毛泽东跟他说 死一半没事 他说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我手里替着中国人民 捏了一把汗 因为中国老百姓不知道 毛泽东有这种想法 你们死一半没事 现在叫以人为本 那个是叫以民为本 有人说人民跟人 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 人民是政治概念 人是生物学概念 说你是人民 你就是人民 说你是人民的敌人 你就是人民的敌人 这是谁干的事 毛泽东 二战以后 一百多个国家成立 基本都是民主 所以说民主成了潮流 毛泽东成立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毫无疑问也是民主 对不对 但是在解放那时候 1949年前后 西方有人攻击毛泽东 说你独裁 你专政 毛泽东说什么 毛泽东说谢谢你 你说对了 我就独裁 我就专政 是吧 但是不通 人家二战以后 所有的国家 实质上有专政的 有独裁的 但是他表面上都是民主 民主是潮流 顺之者 昌 逆之者亡 所以说毛泽东回来一想 怎么办呢 搁一块说 民主专政 民主就是民主 专政就是专政 什么叫专政 系统的使用暴力 这叫专政 跟法制完全不一样 它是两个基本的国家形态 毛泽东说给我搁一块 我民主专政 民主专政它不同了 再添两道 人民民主专政 通了 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 对人民实行民主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 通称人民民主专政 通了吧 关键在哪呢 谁是人民呢 谁是人民的敌人呢 毛泽东 总裁本长 毛泽东说 三天不学习 赶不上刘舍奇 刘舍奇就是国家的副主席 不是国家的主席 党的副主席 当时他写过一篇 影响非常大的文章 叫论共产党员修养 共产党员学过 共产党员学过 想入党想入团的 影响非常大 毛泽东曾经说过 三天不学习 就赶不上刘舍奇 所以刘舍奇就成了 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产国主席 刘舍奇同志 但是1966年8月5号 毛泽东不跟任何人商量 写一张大字报 炮打森林部 三个月以后 刘舍奇就变成 叛徒内奸公贼刘舍奇 把他打翻在地 他踏上千万只脚 叫他勇士不得翻身 整死了 毛泽东说 唯我彭大将军 谁呀 国防部长 彭德怀元帅 在文卡 毛泽东说 你理通外国 拿掉 到九大 毛泽东把林彪写的党章里 叫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和可靠接班人 谁呀 林彪副主席 所以毛主席一出来 我们就喊 祝毛主席万事无相 林彪就出来了 因为他是二把手 他一出来 他先喊 掏出毛泽东的一路 叫红宝书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说完了 我们这些人开始喊 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过一会 周恩来总理出来了 大伙就喊 祝周恩来总理 满面红光 万寿无疆 是对皇上用的 不信你到故宫看一看 故宫有万寿无疆送 谁写的 状元们 当了状元 写一篇文章 万寿无疆送 歌颂皇上的 后来给他们都刻成专雕 你到义和园去 不是到故宫看看 有一面墙 一个一个一个都是写的 万岁 万岁是说谁的 说皇上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上 不说万岁 革命队伍说什么 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不对 从列宁开始 列宁同志 同志 对不对 那么毛主席万岁哪来的呢 调查来了 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国成立了 到了来年五 到了50年5月1号 举行 天安门要举行 建国以后的第一次盛大的国际五一劳动节 要组织群众游行 群众游行就在喊口号 就拟定了一个口号 就送给毛东 谁送的 当时朱德总司令 或者也叫朱副主席 因为他是党的副主席 朱德 他的秘书送去的 毛东拿着口号一看 自己拿笔天上 毛主席万岁 自个天的 任正 朱德的秘书亲自看见的 物证找出来一看 毛主席的笔记 任正物证俱在 他自个天的 所以以前就说 谁跟他拍马屁 皇上都倒了 怎么还能叫万岁呢 都是同志 他自个写毛主席万岁 他自个写上了 从死就叫开了 一直叫到76年 他死了 毛主席万岁 典型的封建 帝国的一个口号 封建皇上口号 你想想 这回任正物证出来了 李锐曾经当过毛主席的秘书 他曾经是中国委的常委 去年五月份九十高龄 对吧 上老干部他们家去了 老干部就跟老干部就说 其中说了两件事 当时解放出 他是毛主席的秘书 他说我告诉你 有一年春夏之交 风和日丽 他 划着船 毛主席坐在船上 周围还有别的老干部 在中南海 也就是北海的南门 中海 再往南叫南海 北海是公园 但是 文汉哥们说江青给他霸占了 江青是娘娘 毛东的夫人 江青说北海 不开了 北海关了七年 你们那时候都不知道 关七年 我知道小时候上北海玩过 到文革的时候 带到北海去了 关上门了 什么原因 不知道 连个告示都没有 就是不知道 实际上后来粉丝 把江青判一死刑 才知道 江青他们家花园 他的花园 你想霸道到什么程度 北京城里头 这么一个大公园 说站就站 他就是娘娘的心态 既然我丈夫是皇上 我就是娘娘 我说这公园不开就不开 所以北海就不开 关了七年 就关了 你们想 当时呢 李锐就说 说他华之船 他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毛东 他跟毛东说 现在呢 什么都不缺了 是吧 那个困难时候也过了 国家心中我走入正轨了 是吗 毛东说不 缺 缺什么 我一边缺一妃子 亲自说的 这是李锐亲自说的 他说我就是华之船 我就听口听的 而且有证人 不是我一直听听的 刚解放 毛东坐在中南海上 但是他就奔故宫了 他坐在那故宫 那皇上那椅子上 是吧 他坐一会下来了 他说我那办公 当时的这些人说 那不能办公啊 你想 那不 那皇上 191年1912年 先下革命给推翻了 那故宫已经变成博物院了 故宫博物院了 问你上那办公去呢 但底下人又没话忘了 就跟他说 哎呀 说那那大 夏天呢 他不好 他不好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江门 他冬天也不好取暖 过一日的毛东说 我那办公 打着就说 你不能那办公 说那门太多 他不好保卫 找借口就拖着他 把毛东拖极了 毛东说 不让我那办公 给我拆了 差点 三大殿就给拆了 但是周围的人呢 毕竟还是共产党 他是革命的 对吧 他知道毛东有这皇权思想 想当皇上 但是呢 大伙还是有所警惕 对吧 就不能当面反对他 对付他 对付他 找借口 说不能那去 不能那去 毛东说 给我拆了 拆了 拆了 没理他 也没拆 知道吧 知道 大伙都知道 他说的是气话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注意 这就是他的皇权思想 所以一直到去年 2月23号 炎黄春秋是一本杂志 那本杂志的这个编维 一般都是我们党内老干部 其中有一个就是 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谢涛 1945年在延安入的党 老干部 今年87 谢涛呢 他写文章 登出来了 公开的 你们可以去查 炎黄春秋 是砸月刊的名字 是月刊还是双月刊 我搞不太清楚 可能是月刊 何怕 何怕 月刊吧 炎黄春秋 登了 他说什么 他说在延安的时候 毛泽东 全国的有志青年 都跑到延安 为什么延安是解放区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跑到延安干嘛去 跟着共产党 毛泽东建了一个自由的 民主的新中国 对不对 完了呢 黄炎培 著名的知识分子 老知识分子 跟毛泽东关系不错 有在延安的时候 跟毛泽东推心制服 彻夜长谈 大体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历史一二三 一百多次农民起义 发生在2000年的 所谓封建社会 出现了大的小小 300多个皇帝 改了36个姓 在王朝成立的时候 很蓬勃 在王朝末日的时候 你有多少军队 有多少警察 有多少特工 没有用照样改朝换代 这叫王朝周期律 什么叫定律 就是重复出现的现象 完了就说了 你共产党快得政权了 那么你们共产党人 怎么能走出 王朝的周期律 长期执政 永远执政 毛泽东说了 我们已经找到法宝 找了他的钥匙 什么民主 你们可以看他的话 大义就是这个 说了 他心里清楚 知道 我们谢涛校长说什么 说住进中南海 则东变了脸 宣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变脸了 变脸有人敢反对吗 彭德怀反对 你通外国 因为彭德怀在58年曾经写过一封信 实际上他跟毛东是老同乡 老哥们 在井冈山的时候就跟毛东是一亲密战友 彭德怀仗势 毛东的老哥们就批评毛东 想见面 想跟他见面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没见着 彭德怀一想给你写封信 没打算给别人看 就是两个老哥们私下里交换意见 没见着 干脆我给你写封信 毛东 巴一变脸 那叫万言书 就把那封信给印了 印了之后 各党中央的领导人一人一边 看见了 彭德怀说这怎么回事 说本来是我批评你 彭德怀批评他 说你小资产阶级狂热 你大跃进 你搞公共食堂 最后你饿死 好几到60年前后 饿死好几千万人 彭德怀下棋 看哭了 是吧 你想 这个 这个 我这个 有人 你们都知道 现在有一个说法 叫三年自然灾害 我告诉你 不但596061这三年 没有自然灾害 是100年之内 全 咱们中国最风调雨顺的三年 就是596061 有人说哪来的结论 不是我的结论 是中科院大集合理所 国家气象总局 这些科研单位 他们保留着中国的100年的120个地区的水温地质资料 把我们这么大的中国分成了120个地区 每个地区今天早上8点降水 几毫米 10点停的 刮什么风 几级 温度多少 全有 100年的基础的这种气象的资料 数字计算机 这么一编译程序 这么一统计 出了一结论 100年 灾害 有没有 有 年年度有灾 把灾害 标准 国家有标准 汉烙 是中国最常年的灾害 所以说汉灾 分成两极 一级汉 二级汉 什么叫一级汉 多长时间 多大范围 降水量 小于多少毫米 这叫一级汉 二级汉 一级烙 二级烙 把薄灾 台风 一时流 地震 冻灾 等等 中华人民国务国 灾害 标准 跟这 跟这120个地区的水温 一对 得以结论 596061这三年 是100年 上个世纪 100年 最分的 与顺的三年 所以说你们不要再相信 什么自然灾害 那叫神话 是吧 他饿死3000万人 3000万谁的数字 留了其的秘密报告 学书界 往高了说 7000万 我们也不用 有人说5000万 有人说4000万 对不对 我们用什么数字 告诉你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 国家统计局前任局长 李承瑞 他是国务院第四次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 他公开的文章 他说596061这三年 中国饿死了2200万 抗人战争八年 我们死伤 3500万 死几百万 伤几千万 加一块 死伤 3500万 对不对 饿 有饿伤的吗 说饿伤 没有那一说 就是饿死 中国在三年之内就饿死了将近3000万 死 你也别忘了 二战59个国家打 全世界也就死了几千万 二四世界大战 我们国家在和平时期 风调雨顺 我们能给饿死了 两三千万 现在多少人了 12亿 13亿 那时候多少人 6亿 多少农民 5亿农民 现在13亿 农民比那时候人绝对值得 现在9亿农民 但是我们13亿 我们有4亿成人口 对吧 那么现在的耕利比那时候少 你更注意 现在饿死了吗 6亿加7亿等于13亿 一个国家耕利减少 灾有没有 有啊 年年有灾 像今年这冻灾 受灾面积十几个省 死了一百多人 不完全统计 损失一千多个亿 但这不是增报了吗 当然这是缩小的数字 死绝不止死一百多人 你知吧 损失也绝不止一千个亿 但是现在公布的 就是说死了一百多人 损失了一千多个亿 怎么样 对不对 你6个亿的时候 你死几千万 13亿了 他基本都吃饱了喝足了吧 说现在饿死人的事有没有 几乎就没有 几乎没有 那可能是事故 比如说进沙漠 找迷路了 带的粮食不够了 他就饿死了 那是事故 你知道吧 那60年可不是事故 60年是整村子 整乡 整县饿死 因为不许逃荒 解放前 你挨饿 你可以逃荒 就跑来了 解放后你逃荒 民兵把那路口 桥梁全把住 就地饿死 河南一百多个自然村消灭 一百多个自然村 全部消灭 饿死 因为剩 这种事 解放前没有 你知道 逃难你还能不让人逃 是吧 解放后不许逃难 你可注意 饿死了 三千万 所以说 这个 这个我们的校长 前校长 谢涛就写 他说 文化大革命造成几百万人死 是吧 60年前后造成几千万人死 这是中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政 你们可以查 文化大革命造成几千万人死 知道吧 完了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大学不办了 后来毛东非常勉强 大学还是要办的 理工大学 到了一直到003年 江泽民才把这事扭过来 所以说以后呢 就叫做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 这是正确的表达 人文学科包括什么 包括哲学 美学 文学 史学 等等等等 你不能随便加科学 你不是哲学 说哲科学 说你长得美 你长得漂亮 你长得亮丽 嘿 说你看这人长得多科学 什么叫长得科学 什么叫 对不对 你们想想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 概念 是吧 因为什么科学 从我次运动以来 就变成了正确的代名词 说你科学 就等于说你正确 你可注意 学习上科学只能解决求真 我刚才不说了吗 他解决不了伤恶 他刚不可能解决美丑 我给你举个例子 安乐死 现在辩论了 因为中国去年死了一千万 其中有一百万人是被病魔折磨至死 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医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你说只要说不需一代价抢救 我就能让你活着 死亡标准是俩 我们国家到今天不改 这次人才会有可能改 就是死亡标准 第一种死亡标准就是传统死亡标准 什么样 停止呼吸心跳等生命活动 没了 宣告死亡 现在是脑死亡 为什么 现在有体外生命支持系统 比如说叫体外心肺机 对不对 给你接着管子 你从荧光屏上看 你那心脏跳呢 什么时候不掐电 什么时候不拔管子 你就有呼吸心跳 但是你的脑已经死亡了 这种人我们叫他植物人 什么叫植物人 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了任何的反应 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当 但是有呼吸心跳等生命活动 传统生命活动 他有 你能说他死吗 对不对 所以说安乐死就分成两种 一种叫主动安乐死 举例子 你比如说我父亲假如到了晚期 得了肝癌 到了晚期疼痛难忍 只疼真失效 我就遇到了一个伦理学难题 我是看着病魔把我的亲人折磨至死 晒 还是我跟医生护士商量商量 给他打一针麻醉剂 三秒钟失气直觉 再注射一针毒液 三十秒钟之内 死 这叫主动安乐死 这在中国叫谋杀 192个联国会员国 安乐死立法的截止到去年 就俩一个丹麦一个荷兰 这两个国家安乐死立法了 剩下一百九十个联国会员国 到今天安乐死立不了法 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呐已经吵了四年了 今天该换届了 还得吵 为什么有代表提议案 是吧 说现在被病魔折磨至死就一百万 是吧 那么主动安乐死多好啊 所以有人就说 我就愿意 你愿意不成 国家没这法 谁敢给你注射毒液 那就叫谋杀 你注意 对不对 完了呢 被动安乐死 什么意思 把管子全拔下 抢救措施全停止 我爸爸活三天死了 这叫谋杀吗 这不叫 对不对 我并没给你注射毒液 你个注意 但是我停止抢救了 但是你注意 停止抢救 他有备于医生的责任 因为医生的责任和医德 就是什么呢 就是延长病人的生命 减轻病人的痛苦 我爸爸如果是一个高级干部 达到了一定的级别 比如说达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 麻烦人又出来了 是吧 他只要一住院 党中央就向着医院 下一指示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因为他一死 就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他不损 你到医院去看看去 三级甲等医院 叫三甲医院 北京多的是 高肝病房 你去看看去 七老八十 八老九十 九老一百的植物人 多的是 一天多少钱 告诉你 人民代表 为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一案 人民代表他有提一案的责任 他就得搞调研 他在我们学校开过会 我知道 他们拿出数字来了 据他们的调查 一个 这种所谓不惜一代价抢救的这种植物人 一天将耗费二十万五千的医疗资源 他要占一个大套间 家属可以陪住 还不能住一个房子里头 一个房子他外台有套间 医疗小组四班倒 八小时一班 你得四班倒 特级护理 你想想 是吧 说美国有一种最新发明的药 还没上市呢 但是已经通过美国通过鉴定了 这医生知道了 说这是最先进的药 马上给外汇管理局打一报告 外汇管理局特批一笔外汇 完了马上给民航或者空军 安排一架专机怎么样 到美国就给拉回来了 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现在的医院特别喜欢这个 我这医院要是一个三甲医院 我这医院住一个党国家领导人 上边说了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我太高兴了 我千万不能让他死 我借着他不死这机会 我今天打一报告 我进一个一百万美金的输液的仪器 这是最精密的 输液它可以微量控制 输液里头的各种药品的量 它可以控制到什么毫克 什么比十分之一毫克 百分之一毫克 精密的控制 对不对 这种仪器有啊 你来吧 你用 是吧 我借着这老家伙 我把这医院的设备全部更新 将来他死了 咱们哥们用啊 你既然说是不惜一切代价 咱们就来啊 全世界 所以说咱们全世界的 咱们北京的医院里头的 什么核磁共振 什么CT了 这种仪器 这种高级的仪器 是全世界最多的 我们北京市的这种仪器 超过了英国全国 英国可是老牌立无主义 六千万人口 他也没这么些仪器 我们北京就超大 为什么 公共款 是吧 外汇管理局那是公共款 我只要打报告 你因为你有一指示 叫不惜千代价 一天二十万 一个月六百万 三个月一千八百万 我问问你 医疗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有限的医疗资源 是给有钱的人用 还是给有权的人用 还是给有声望的人用 这就是我们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论 或者叫分支 就是什么呀 社会分层 卡尔马克思分阶级 因为他要搞阶级斗争 怎么分阶级呢 一个维度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 马克思韦伯是跟马克思卡尔马克思同代的德国著名学者 是社会的老鼻祖 他分阶层三个维度 财富权力声望 财富小的想财富多 声望低的想声望高 权力小的想权力大 财富权力声望可以转化 以权摩斯 花钱买官 出了名做广告 比如说汤维出名了 做一广告六百万 这就是名人变钱了 花钱买名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但是毕竟是三件东西 财富权力声望 所以我们社会学不分阶级 我们分阶层 对不对 那我问问你了 那么到底有限的医疗资源 是给有钱的 还是给有权的 还是给有声望的 解决不了 失望为什么 这有个故事 一个代表权力的总统 一个代表声望的 世界名义声 一个代表财富的企业家 杀人做气球升空 气球到了云层皆兵 不堪负重 杀人扔下一个活俩 要不然杀人全部摔死 现在就问你扔谁 成年人 人者见人智了见智 问幼儿园的孩子 幼儿园的孩子取得共识 为什么 老师跟他们讲 财富权力声望 搞不清楚 老师没办法 黑板画一图 一个气球掉一篮子 里头做了仨人 分别代表财富权力声望 但是仨人画的胖瘦不一样 孩子说谁胖什么谁 对了 对 你知道吧 孩子对了 谁胖什么谁 因为你不是超重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科学 能解决伦理道德吗 开玩笑 在我们学校 曾举行过模拟辩论会 就是安乐死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辩论怎么样 没辩论之前 黑大伙还 精畏分明 辩论完了 全糊涂了 为什么呀 都有道理 你想想 你可以想想 你的亲人 得了重病 你说怎么办 你说是主动安乐死 30秒钟 实际上3秒钟就解决问题了 因为3秒钟 他就没有知觉了 麻醉剂打人家 3秒钟就起动了 全麻 浑身麻醉 失去知觉 再给他注射人 毒业 不管那个毒业 是什么配方 那就最多30秒 就完了 可是这叫谋杀呀 你可注意 人民代表大会 炒了4年 炒了一届 没炒出来结论 交给这11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 还得炒 你看还得炒 为什么呀 医疗资源有限 你可注意 现在这个问题 越来越独重 你只要敢说 不歇代价 我告诉你 这家伙能活3年5年 甚至于能活10年8年 你只要说咱们就造钱 那咱就造 我就问你 咱们国家 医疗资源的分配 极端不公平 全世界倒数第一 最不公平的 就是咱们国家 城市是126 农村是1 城市 公职的医疗资源 城市如果是126 农村才1 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农民 从生到死 没进入医院 问他们 为什么 他们说到医院去干嘛 到医院人死不死 不是爷子死吗 死了还得欠一笔口钱 欠一笔口钱 我们家老头都死了 还欠一笔口钱 我得还账 一还账 家破 人亡 农民说的非常棒 我宁肯人亡家不破 我不是 我在家里耗着 耗活了 我就活 耗死了 我就死 是吗 所以叫人亡了 但是家没破 为什么 没欠一笔或债 明白吗 就宁肯人亡家不破 也不愿意家破 人亡 中国有一半的农民 从来不进医院 忍着 忍着 你们想想 为什么 太不公平了 这次开会 就要解决这问题 这问题就是一个 就是群众最关心 最最迫切 最直接的群众的问题 就是这医疗 要建立覆盖 13亿的一个医疗保障系统 你想解放快60年了 这是一正事 知道吧 到现在还没干呢 还没干成呢 也不能说一点没干 特权 你不是说85%的医疗资源 都是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 他们占用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医疗资源 好医生 好医院 好医器 好药 他们干 为什么 他们是全额报销 你知道吧 他们是一得病 就是那句话 不惜一切代价 因为他一死 现在告诉你 这些植物人太多了 七老八十八老九十的高级干部 一个接着一个 全部死 麻烦了 他们不死 也是重大损失 他一死 他是党外人的重大损失 他不死 他也是党外人的重大损失 所以邓颖超 就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曾经当过政协主席 外号的邓大姐 在1988年的时候 邓颖超发出号钞 说我作为一个老干部 如果我得了重病 不治之症 对我邓颖超 实施安乐死 把宝贵的医疗资源 留给年轻人 1988年 登报了 但是邓颖超死的时候 安乐死了吗 也没安乐死 他忽悠一把 他说好人 好人 当然了 他比那不忽悠的还是好人 他最起码他说 他说对我事实安乐死 把宝贵的财富 宝贵的医疗资源 留给年轻人吗 他说我已经不治之症了吗 这话说的好 忽悠也忽悠的对 他死的时候也不这么来 但你可注意 到了从88年到现在20年了 再没有一个老干部 这么忽悠过 连忽悠都没敢忽悠 你知道吗 这老干部只要一得了病 那家伙 来吧 你有什么药 有什么方 只要在地球上有 那就不屑他家 咱们就找到 千方百记者 耗费医疗资源 你说你给我论了 哪个科学 忍者兼职兼职 美也是一样 我们总有一句话说 人是因为可爱才美 并不是因为美才可爱 所以中国有句话叫 情人眼里出西施 是吧 西方这句话叫 爱情就是瞎子 是吧 爱是什么东西 爱就是多年审美的一个爆发 一个积累 一般爱就是一见终情 一见多长时间 人家写论文了 有一篇论文说了不超10秒 有一篇论文说大约不到30秒 而且男的爱是女的 大约需要30秒 女的爱是男的 20多秒就够 平均啊 平均20多秒就够 完了我就问 你为什么爱他 典型的伪问题 为什么 是让你用理性来回答 而爱是一个感性 它属于非理性 我非得让你用理性 来回答一个非理性 这叫伪问题 很多人就上当 就想我为什么爱他呢 因为他长得漂亮 那我就问你 什么叫漂亮 因为人的审美可不一样 唐朝是以胖为美 现在呢 女的都以瘦为美 现在模特那个什么 选美大赛又说了 不能太瘦 太瘦不叫牙签吗 你把那牙签当成美了 这帮女孩不吃饭了 好多人就饿死了 所以最近审美 去年还是前年 就已经说了太瘦 不许当审美 当小姐 当那个所谓的冠军 不许 因为那个榜样不对 对不对 白 有人说白是美 中国就认为白是美 票嘛 票就是白 又白又亮 漂亮 是不是 但是人家呢 人家美国的白人 或者说西方的白人 人家得跑到沙滩 干嘛去 晒太阳 人把自己给晒 黑了 他不一样 他就认为 那就是美 对不对 那么泰国有一个少人民族 她是以 她的女孩 伸出来之后 脖子戴相圈 戴40个 把脖子撑到20厘米 她叫长脖子族 为什么 她那个民族就认为 女的脖子长就是美 对不对 你们想想 对不对 那时候我姥姥活了103 我姥姥那个年代 就是三寸金莲 所以我姥姥是三寸金莲 小脚 我小脚 为什么 我小脚是美 对不对 所以说审美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郑也夫 原来我们人大学的 社会学的教授 现在掉到北大去了 他写个篇文章 叫做当代小脚 什么意思啊 说那时候 残害自己的脚 好好的脚吧 给他弄成尖 脚的大拇指 二拇指 畸形 是吧 那时候美 这就是小脚 现在呢 不残害 脚了 残害什么 耳朵 好好的耳朵 扎眼干嘛 好好的耳朵 你扎眼干嘛 它本质上是样子 都是人的一器官 那时候残害脚 唯美 你就残害脚 现在残害耳朵 就是唯美 你就扎二手眼 现在扎一个也罢 扎一圈 扎一圈 还不说 现在开始扎 鼻环 这扎一眼 带一圈 说这女的 说这女的 下回残害自己 什么器官 你还不知道 就看潮流 潮流说什么是美 残害什么器官 是美 最酷的叫烈蛇 就把那蛇 拿刀子 拉一道 五厘米深 这样话 蛇就是两叉了 他一张嘴 俩叉 我说你怎么两叉 美 酷 这就是 这就是 这所以说美 不是科学就在这了 后来我就问他们 你们俩两叉 干嘛呀 问问问 说实话了 说我们是小姐 就我们这模样 卖一次银 两百 但是我们把舌头一拉 五公分 两叉 碰见嫖客 一张嘴 两叉 你跟两叉的舌头接滚吗 没接过 四百 涨价了 完了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拉一刀 两叉 你就四百了 我要拉三刀呢 一张嘴四叉 四叉八百啊 你八百 我拉七刀 我一张嘴是一刷子 你跟刷子接滚吗 没接过 一千六 我跟他们开玩笑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跟你说美 它根本就不是科学 你注意 有人说美学 咱们得加一科 叫美科学 胡说八道 哲学也一样 哲学加一哲科学 完了文学加一文科学 史学加一史科学 这叫微科学主义 所以说科学的一个对立面 就是伪科学 什么叫伪科学 他不是科学 他非得把自己说的是科学 伪的 科学的另一个对立面 伪科学主义 或者叫泛科学 泛滥了 什么都是科学 包括你长得很科学 典型的泛科学 科学还有一个对立面 就是反科学 你不能反对科学 对吧 但是人文是属于非科学 它不是科学 它反吗 当然不反 它反科学干嘛 有人说你们社会学 是不是社会科学 你注意 我们讲的是社会学 千万别给你们加科 我们社会学里头 有没有科学技术的成果 当然要利用 当然要利用 我们要利用一切技术 先进的技术 也严格说 高科技是错误的概念 你注意 人类只有高技术 没有高科学 你给我说说 什么叫高科学 对吧 科学是解决求真的 技术是有功利的 我有技术 我可以有专利 我保护 科学有保护吗 说牛顿发明了三定论 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 这都是科学的原理 说给他专利 科学没有专利 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你注意 技术 所以说你们再说 就不要说高科技 说什么 高新技术 可以 高新技术 别给来高科技 这是五岁年以来 留意的语言习惯 把科学当正确用 科学跟正确不是一个意思 正确是价值判断 是你的好物 是你的审美 所以我们说科学解决求真 伦理道德解决商务 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西方叫宗教信仰 中国又叫美学 美誉解决美 完了 蔡元培 北大的校长 蔡元培一句名言 说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的国家 我们的汉族呢 又是一个淡于宗教的民族 淡水的那个淡 咸淡的那个淡 大家都知道 那么中国人的新能的家园 情感的世界怎么办呢 蔡元培一句名言 用美誉代替宗教 名言 所以我们给全国人大上书 做个对比吧 美国三亿人 中国十三亿 美国的大学一万 中国的大学大概一千 美国同龄人50%以上上大学 中国同龄人原来是5% 现在达到25% 叫毛入学率 已经达到四分之一了 同龄人2000万 大学一年弄五百多万 对吧 将近四分之一 但是那四分之三呢 那么中国的这个产值 跟美国一比 大约也差个十倍 是吧 那么到底 差最多的是这个吗 不是 产单位的煤 比如百万吨煤 美国死一个矿工 中国死750个 这个指标差750倍 知道吧 跟我们国家矿工 那是最黑暗的地儿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 将来你要当干部 当公务员 或者你以后你要当老师 如果你是一个男的研究生 你这一辈子有两个地方 要去一次 不要多去 一个地儿 煤矿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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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 哗 吓得一千多米 完了 到那个工作面 看看那些煤矿工人 他怎么干活 看十分钟 上来 为什么 你下去之后 你就知道 那些煤矿工人怎么干 脑子带一灯 脑子一灯 身子厚 弄一绳 拉着筐 自己手里拿着小稿 在那洞里爬 因为到了底层 站不起来了 你想你要把那洞 挖得一人高 你得背出多少东西来 那煤层跟石头是挨着的 那煤层 那石头怎么走 煤层也这么走 加上 所以你把这煤层 差不多弄完了 到那个煤层 中间是石头 石头怎么办 你得掏一洞 掏洞 你得把石头掏出来 掏出来 你背上来 没人给钱 石头能卖钱吗 所以那洞都特别小 所以说底下那男的 一般都是二来岁 就是一个人生物力 最旺盛的时候 他去当矿工 是吧 一丝不挂 为什么穿穿衣服 那地下一千米 又湿又热 你穿衣服干嘛 穿衣服 你一爬也给你刮破了 所以说一丝不挂 浑身漆黑 你知道吧 在里爬 爬 从这个煤层爬的那个煤层 完了弄出来 拿小稿 弄出煤 拿筐 拉出来 到了洞口 这才能 小煤窑 你才能抬起来 你知道吧 一天往处背 一趟 一趟一百公斤 两块钱人民币 一天背十趟 挣二十块 那个贵州 六盘水的小煤窑 我下去过 就这样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啊 作为男的 你下去一趟 你就知道 什么叫人间地狱 知道了 以后你不管当老师 还是当干部 哎 你的人文素质 就提高了 你知道了 但是你别老去 那玩危险 一辈子去一次 待个十分钟 就出来 就成了 眼不见 不行 你必须得眼前 光听说不成 女的别去 为什么到底意思不话 你去过吗 女的别去 女的别去 男的去一趟 干嘛 想当老师的 想当干部的 都得去一趟 我跟我们人民大学研究生 我带他们去 我说你们想不想当干部 去一趟 对不对 就是这一趟 这叫人生的重要体验 对不对 你别光在这个北京了 高楼伦理 车水马龙 那是你能知道什么呀 你能知道什么 这是人间的苦难呢 现在我们国家 这个煤矿的死亡率 是发达国家的一百倍 人家死一个 我们死一百个 美国死一个 我们死七百五十个 人家美国有的 年根本就不死 平均还得一段时间 八 注意事故 死了十个八个的 那就震惊美国了 中国一个事故 死一百多个 根本就不报 你都不知道 我就告诉你 你知道吗 好 这一报 好 完了李一中 我在电话店才做节目 李一中 李一中是国家安全 安全监管局的局长 他就说 中国是带血的没 我们的豪宅是建立在职工尸骨之上的 我们叫带血的GDP 那一年是二十万个亿 我们大约死了二十万人 一亿一个亿就是一条命 美创造一亿元GDP就是一条命 李一中亲自的话 叫带血的GDP 后来我说您这句话 我马上想起来三四十年卡特罗 古巴的总统卡特罗 现在他退休了 他在三十年他讲演 当时装电视台刚有 所以我们印象都很深 不是说每家都有 大概呢 可能哪有 大伙看看 看那卡特罗 卡特罗那种年轻 你想 卡派的胸脯讲 能讲 那家一讲就是几个小时 我记得最深的一个 就是他说 你们西方的殖民者 从我们拉丁美洲 每转走一千美军 就给我们留下一具尸体 我印象的极深 你知道吧 这个逻辑 我就从那时候 我就特别深 我在一听李宗说 带血的GDP 还是那逻辑 中国每创造一个亿 那时候是一千美金 你想四十年以前 一千美金 得顶现在人民币 也差不多了 是吧 就一条命 咱们也是一样 每创造一万 一个亿 就是一条命 就伤十个 还得伤十个呢 一般来讲 死一伤十 知道了 这就原话 你们要看庄电视台 你们可能知道 那一期就说了 叫带血的GDP 人大副员长李铁英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说 登的人民日报上了 就这句话 他说 有人反映 我们的煤是带血的 我们的豪宅是建立在职工尸骨之上的 他说的 他副员长 他属于党国家领导人 他这么一说 才敢给他登报 大报 你想 这话你敢说 麻烦了 这话有点厉害 对吧 实际上就是这样 实际上真是这样 对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 这个胡云涛讲 我们一定要转变 发展方式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以人为本 因为那时候以民 现在以人 人是什么 人是生物学概念 说你是人 你也是人 说你是狗 你还是人 说你是走狗 那叫骂人 你可注意 骂的还是人 你别小看 以人为本 为了起草 这个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你说干嘛叫以人为本 我们曾经批判过人道主义 我告诉你 中国能野蛮到什么程度 上个世纪 我们公然批判过人道主义 连人道主义都敢批判 当时学雷锋 对待同志像春天班的温暖 对 对待工作像夏天班的火热 对 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 对待敌人 要像严冬一样 残酷无情 不对 你注意 现在叫04年3月15 人权入线 叫中华人民国国政府 尊重和保障人权 当时说你不是人 你们知道吧 雷锋第四句话是不对的 他不是法治国家的话 现在从1996年3月18 人大刑诉法石头修正案 叫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什么呀 逮着你了 你是 你是嫌疑犯吗 不是 你是犯罪嫌疑人 怎么办 法庭 举证 对方的律师 致证 因为你要做违证了 你举证 我致证 法庭辩论 法官 最后 以法官认证 以法官认证了的事实 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成 判 你就变成人犯了 在判你人犯之前 你是犯罪嫌疑人 你们可别小看 这是改革化 我们中国从制度方面的 关键方面的 一个本质的进步 为什么 57年反右 凡是法学界主张无罪推定的 统统打成右派 你注意 是吧 到了96年3月18 人民代表大会 立法了 无对退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说到这 再多说一句 废除死刑 全世界已经有100多国家 废除死刑 我们国家在1998年 已经签署了 联合国关于保护公民 政治权利的公约 政府签了 到今年08年了 10年了 还没批准呢 也就是说在国内不实行 因为人民代表大会 没批准 没批准 他就没有变成国内法 在国内就不实行 压力吉他 去年又开会了 暂停死刑 中国不签字 100多国家都签了 中国就是不签 为什么 因为中国一直到05年 他们统计了 联合国统计了 往联合国报 我们全世界1905年 不是2005年 2005年全世界 报到联合国的数字 是执行死刑 2148例 全世界 废死的是129个国家 没费才剩几十个 有些国家没费也不执行 你不是说 日本没费 他不执行 为什么 他那司法部长反对死刑 他就不批 判了就不执行 是吧 美国是76年 20多个州 恢复了死刑 到了06年 他恢复死刑的 这几十个州 他有50个州 他有一少半州 他恢复了 他恢复死刑 从76到06 40年 美国一共执行死刑 1000个 40年杀1000 而05年那一年 全世界是2148 中国大陆占了其中的1770 伊朗占94 就是说上1000的就是我们 阶级100的就是伊朗 剩下加一块就那零头 世界上最野蛮的大国 就是中国 不用说那些废话 你知道吧 对于工人 对于煤矿工人的保护 对于我们农民兄弟 叫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今天电视台还打电话问我 因为上次我给他们做一节目 他们说中国穷人的标准是什么 我说中国的穷人的标准有两党 一党叫食不果腹 一不折体 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 叫绝对贫困人口 不是 2100万 什么标准 每一年的一个人 一年的收入 不到683元人民币 一天不到一块八毛七 这就叫绝对苹果人口 中国是2100万 谁的数字 去年三月份开两会的时候 人民代表大会的数字 我告诉你 可不是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我说的是最高权力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统计口径就是这个 一块一天一块八毛七 干嘛的 在北京打工 坐一趟地铁 还得添一毛三 而且去打工回来 就没回不来了 走着回来 一天你就坐半趟 坐一单程 还得添点钱 你想想 低收入 每一年958 除以365天 每天两块六毛三 不到两块六毛三 叫低收入 中国还有多少人 两个亿 联合国什么数字 你们都知道 联合国 国际上什么标准 一天一美金 不到 绝对贫困人口 一天两美金 不到 低收入 一美金人民币 咱们就按一对七换 七块人民币 一天 乘以365天 大约就是2500多个钱 这是国际标准 我们是一年 是683 两美金 两美金就是5000多个钱 一年 你注意 按照国际标准 我们中国没有达到低收入的 9个亿 为什么 农民 统计 国家统计 正式数字 我们全国的9亿农民 一个人一年 多少钱 3587 没到 低收入是200美金 200美金是5000块钱的一年 你才3587 全国9亿农民平均的 国家统计的正式数字 一亿城市平民 还有一亿城市平民 有时候我们观想 多少穷人 10个亿 富人 有时候什么叫富人 去年 06年年底 07年年初 国家税务总局 定了一个标准 年收入超过12万人民币 高收入 你们都知道吧 你一个人一年超过12万 你就得报收入 你注意可不是报税 不是报个人所得税 是你得报收入了 根据这个统计口径 国民经济研究所搞了一个报告 叫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 与灰色收入 国家调研报告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收入 分成五种颜色 交了所得税的 白色 没交所得税的 灰色 受贿来的钱 非法来的钱 黑色 国家干部 这个事业单位的人 都有红色 什么叫红色 红色特权 有人说老周你有没有 我有 我今年61 所以我赶上分房了 那时候叫福利分房 对吧 学校分了一套房 对不对 那套房不大 34米7 地儿好 对不对 地儿好 为什么 那时候他们城市没这么大 所以那时候分你的房 基本都在三款以内 三款以内一平米 多少钱现在 2万 对不对 分你34米7 35米 就等于给你70万 这叫什么 这叫红色特权 对不对 要分你100米的呢 那些 那些干部 他都在宜人 他都弄了好几套 你多么多么 这叫红色特权 有没有啊 有 凡是比我岁数大的 以及跟我差不多 都有 你们没有了 因为什么 你们一工作 福利分房停止 一律商品化 买去了 所以说你们一毕业 小两口一结婚 如果在北京 想定居 怎么办 买一套房 买一套房 没钱 没钱跟银行一借 这叫什么 叫房奴 你以为你们毕业是什么呢 你们一毕业 只要在北京一买房 除了你爸 你妈有的事钱 他不说 你是一般般的老百姓 你就变成奴隶 你叫房奴 你们听说过这词吧 报纸都增了 你们面临最大的危险 就是这个 房奴 这一辈子小两口 吸引公主 给银行打工 打到死 你知道吗 你想想 你北京两万块钱一平米 你说你买一个 差不多的一个房 你说得多少钱 你每月你得还多少钱 你每月你能挣多少钱 现在大学毕业生调查了 211工程 全国重点大学100个 北京大有十来个 重点大学的毕业生 平均一个月 多少钱 3000 这叫工作半年以后 均值3000 你们俩人6000 是吧 完了俩人别多生 生一个孩子 是吧 完了呢 再买一套房 也不要太大 你问问 对不对 在北京一个人一个月 不算房子 没有2000块钱 你怎么活 你买一个 你生一孩子 将来的孩子一上偷儿所 钱 上小学钱 现在中国的消费结构 全世界最激情 什么意思 储蓄率高达50% 中国挣100存一半 美国是挣100 花105 那我先干嘛的 借的 我们中国是挣100 花50那50存起来 为什么 温家宝总理引用上一次人民代表的话 就不马上要开的是这一次 上一次 就是去年 07年 说什么 说四座大山 压日老百姓 什么一座 养老一座 医疗一座 子女上学一座 住房一座 四座大山压着你 这是温家宝 引用人民代表的话 在官方传媒讲的 老百姓还有私下里讲的 叫三条蛇还咬你呢 什么叫三条蛇呀 黑蛇 白蛇 眼镜蛇 黑蛇就是 法官 法官一穿黑袍 黑蛇咬你 你一看病 白的棍 白蛇咬你 你的孩子一上学 眼镜蛇咬你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想想 黑蛇 白蛇 眼镜蛇 三条蛇咬你 四座大山压着你 你跑得了吗 当然这里有重复了 有重复 这是两套说法 你们想想 所以中国的消费结果非常激行 老百姓为什么挣钱不敢花 他怎么花 将来他老了怎么办 将来他孩子上学怎么办 对不对 北京的房子已经 均价已经达到一万 像三块以内就两万了 荒唐了 太荒唐了 我告诉你 北京的房子的建筑安装费 绝不抽我八百块钱 什么叫建筑安装费 就是工钱跟料钱 土地非常的便宜 中国的土地分成两种 一种叫全民所有制 比如说咱们首都市文大学的地 国家无偿划拨 但是无偿划拨的地就没有了 城市往外一扩 就是农民的地 农民地我们宪法里写的 叫集体所有 也就是说这个大队 这个乡 乡是一政府 你注意 这个地就归我们这个乡 我们这乡两万人 两万亩地 那么这地是谁的 不是国家的 不是全民的 就是我们这乡两万个的 叫集体所有 但是你注意 咱们国家的集体所有是假的 为什么 所有什么意思 收益权得归你 但是告诉你 你虽然是你们这个乡的 你们这乡两万人 百分之百都同意 拿出自己所有的100亩地 搞房地产开发 不许 这叫变更土地用途 不许 去干嘛 种地去 种粮食可以 一变更土地用途 国家就要征走 叫征地补偿安置条例 给钱 这钱怎么算的呢 这一亩地667平方米 注意啊 这一亩地连续三年产值的平均 比如说你的一亩地是吨粮 一亩地打两千斤 一千公斤 这种地就是了不得的地 大家都知道 那真是良田 一斤量多少钱 你说都能多少钱吗 往多了说 一块钱 你打两千斤 就是两千块 这就了不得了 你连续三年全是两千斤 那么你的年均呢 你不就是两千块钱吗 乘十 六到十 咱往多了说 乘十 什么意思 两万块钱一亩地 就买走了 这就是国家的招 国家定这个条例的时候 从来没有问过这八亿农民 说你们哥们同意不同意啊 理你都不理你啊 哎 你的地就说是你的地 但是我说要就要 我还我还不能说要 我还买买 那价我说了算 给你拍两块钱 我就拿走 所以说你注意 如果是北京是我们调查过 大学城我们去过 跟着中央电视台 中央新华社 这个这个记者 我们都去过 对不对 大学城 那地是什么 农民集体所有 多少钱 五万五 还给你多呢 五万五 两万五到五万五 我们按五万五算 我问问你 五万五千块钱 一亩地 一平米多少钱 五万五乘以 除以六百六几平方米 一平米八十 往多了说 一百 一亩地六万六 一亩地一平方米二百 十三万二啊 我告诉你 一亩地一平方米 那地最多最多 两百块钱 一平米 建筑安装费八百 我告诉你 盖德了 绝不抽过一千 在家配套设施 一个小区 得有商店 得有幼儿园 得有学校 全跟你算一块 我就告诉你 一平米的 实际上的成本 是绝不会抽过两千 现在他告诉你 他卖你两万 所以说中国现在 房产产开发商六万 北京六千家 一家房产产开发商后头 就是一个崖内 什么叫崖内 高干子弟 你没有权利背景 你想搞房产产开发 开什么玩笑 你 所以说中国一调查 最负的一百个 你调查 五十一个倒房地产的 二十五个卖假药的 加一块 百分之七十六 你以为呢 你要想发财 非常简单 你勾结 共产党的腐败干部 你把老百姓轰走 你就发财 为什么 你给他钱 我大不了 我给你拍一亩地 我给你拍十三万二 你那一平 你不才两百吗 你 他们老说 中国的土地贵 贵什么贵 太便宜了 你去问问农民 那是人家的地 祖祖辈辈的宅基地 祖祖辈辈的耕地 给人家轰走 跑台 现在失地农民 四千万 失去土地 两亿亩 从农民兄弟身上 无偿的转移到了 这个 这个开发商手里 和地方政府手里 多少钱 三十二万个亿 所以说为什么 01年入市的时候 湖北省监立县的 相当的书记李长平 给周荣基总理写信 叫我向总理说实话 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你不是农民 你不知道农民苦 你不是农民 你不知道农民 对农村的 农村 农业负担的 无奈和憎恨 你不是农民 你不知道农民 对农村的绝望 和对城市的敌视 你不是农民 你无法真实的感觉到 总结出 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现在中央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 干嘛呀 就是要解决 三农问题 解决了吗 没解决 完了 胡锦涛 十七大报告 再多讲一句 胡锦涛 十七大报告 注疑了 三农问题的本质 就是政治上歧视 中国就是一个赤裸裸的 政治上歧视 农民的一个国家 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 规定 四个农民一票 一个市民一票 就这么规定的 这叫四分之一条款 十七大胡锦涛的政治报告 代表党中央 终于筑集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 胡锦涛说 代表党中央建议 向谁建议 向今年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建议 建议城乡逐步的按相同的比例 选举人大代表 报纸就说了 这叫取消四分之一条款 因为大家都知道 原来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黑人没有选举权 后来黑人有了 是一个吗 白人是一人一票 黑人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是吧 我们国家也一样 我们国家 市民一票 农村 在毛冬时代 农民十分之一 所以说农民是0.1个人 在政治权利上 在选举法的制度安排上 你注意这句话 制度把你当成 说你男女平等 是我国基本国策 是吧 有没有欺负女的 有啊 你们毕业一分配 一招生 不是一招工 有单位说了 不要女的 远的不说 我们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前几年说 咱留留校 咱研究生里 不有留校吗 完了系主任就在会上说了 咱们不留女的 你以为性别其实远吗 就在我那单位 当时仗义直言的就我 哎 我说你们 不能这么说呀 是啊 男女可是平等的 你怎么留研究生 我们研究生里 这有男有女啊 你怎么办 就得留男的 不留女的 你这什么话 这是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这都是国家重点大学 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怎么样 照好样跟你 男女说你平等 实际上还是不平等 我在报纸上 我在讲话的时候 公开的批评了党中央 比如说你吃了豹子咱了 我说我批评的对 批评什么来了 十一大中央政治局 是我党权力核心 有没有女的 有两 一个周恩来的夫人 邓颖超 政治局委员 一个朱德的夫人 康克清 政治局委员 两个人去世以后 从十三大 一个没有 政治局委员 一个没有 十四大 一个没有 十五大 一个没有 十六大 一个 无疑 十七大 一个 刘延东 对不对 那么中央政治局常委 叫九大领袖 十六大 有女的吗 胡锦涛在扩大戏那 介绍 这是我党产生的 新一代新一级领导人 那八个人往一站 大家都看见吗 全部是黑西服 个头差不多 块差不多 对不对 这就是 这就叫十六大 十七大 还是九大领袖 怎么样 还是八个 往上一站 还是黑西服 红领袋 胡锦涛在这一介绍 这是新一代 林导班的诞生了 大人一看 还有九个 全男的 人家无疑副总理 清脸 能力强 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 再往前走半步 变成政治局常委 我这主意过分吗 九个常委里头 八个男一女 过分吗 我也不是走极端的人 对不对 你既然嚷嚷的男女平等 咱也不能一步到位 八男一女过分吗 无疑就这摆着呢 政治局委员呢 十六大 俩 一个女的 无疑 十七大 二十三个男 俩女过分吗 到今天 怎么样 男女平等 党中央他都不落实 后来说你就不怕 他们整你 我说我不怕 为什么呢 他们九个人全有老婆 他们把这话带回家 他们老婆都支持我 老周说的对 那是 对不对 全国妇联主义说 老周说的对 对 你看没有 所以他们就放我一马了 他说老周说的 说的是对 我说的可不是对吗 你们党中央就不落实男女 平等是基本国算 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公开批评 我没有什么恶意 而且我师求是 对不对 我也没走极端 我说咱一半男一半女 且呢 八男一女 都做不到 所以说你想想 如果选举法规定 农民和市民是 享受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你们都是什么词啊 01年入世的时候 我们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 我们中国要实行国民待遇的原则 我们国家对来到我们中国的洋人实行的是超国民待遇 我们对市民实行的是国民待遇 我们对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实行的是准国民待遇 叫二等公民 你知道吧 后来去年人财会做了一个规定 你们都知什么吗 就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原来你是外企 你的所得税的税率是15% 你是内企 33% 去年人民代表大会说了 你是外企 增加10个点 有15% 变成25% 你是内企 给你降8个点 有33%给你降到25% 这叫在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上 我们中国政府按照五年以后 以前的承诺 实行了国民待遇原则 所以2001年李昌平 人家挺聪明 他是一个乡党委书记 干了7年 他特别了解农民 他就说了 他就借着入市的东风 呼吁给我们农民兄弟 国民待遇 所以他就说 农民真苦 农村真求 能也真危险 这次胡锦涛到了17大 正面应对 叫建议 逐步的成乡 按相同的人口比例 选举人的代表 所以说今年两会开完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的农民就变成半来人了 毛泽东时代 他们是0.1个人 邓小平的时候改过 他们是0.125个人 他们是1八分之一 江泽民的时候又改了 他们到了现在 他们还是1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从明年 从今年三月份以后 农民兄弟0.5半来人 再过5年 再开一次人单会 再修改中华人民国选举法 我们的农民兄弟 有可能变成一个人 最起码还得5年的 为什么 胡锦涛有一句话 叫逐步 建议逐步 按相同的比例 这就是中国的本质 对不对 他为什么欺负人农民 政治上就没拿你当一个人 再说了 政治上拿你当一个人了 男女平等了 他不是还欺负你的吗 但是你可以注意 他政治上拿你当成一个人了 他也欺负你 轻啊 毕竟轻啊 你跟他讲理 你不是我就敢跟他讲理 男女平等是我个基本国造 你们为什么你们不平等 你们为什么说的好听 你们怎么不做 他们就得听着 他们还得说老周批评的对 我党有有一个武器 叫批评跟自我批评 是吧 人家中人家西方叫忏悔 中国古代叫反省 五日反省五身 是吧 五日三省五身 共产党叫反思 或者叫自我批评 这自我批评反省 跟着自我 跟着忏悔 一个意思 这就是人类 你得斩一条 你知道吧 但是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以王硕为代表 我是流氓 我怕谁 他反省 王硕有三句话 我在电视台我就批评他 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流氓 我怕谁 这就直接挑战中国耻文化 西方叫罪文化 我们中国叫耻文化 西方说你生日就有原罪 你就忏悔忏悔 中国人说了 知耻尽忽忽 叫礼义廉耻 用胡锦涛提倡叫八荣八尺 你以什么为荣 以什么为耻 以见利妄议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坚苦奋斗为荣 以娇奢一意为耻 对不对 这是中国耻文化 传下来了 胡锦涛又倡导了 对不对 实际上呢 实际上他是以娇奢一意为耻吗 北京是副长刘志华 主管奥业工程的 前年出事了 知了吧 什么事 生活腐化堕落 报纸这么说的 怎么腐化堕落 我给他们北京市政府 做报告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这些市政府 市委的他们这些官员 我说咱们中央 他登的报叫 生活腐化堕落 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说 给我举个例子 他咱们生活腐化堕落 他们跟我说了 他说我告诉你吧 他八荣奶 他玩女的 他同事得玩俩 这俩必须得是亲姊妹 这叫姊妹花 你以为腐败他 你以为腐败到什么程度了 这玩俩女的 这俩女的还得是亲姊妹 这才能吹牛呢 说看看没有 咱玩过姊妹花 人家就开玩笑了 说他要跟黑龙江的 隋化地区的那书记 叫马德 那个也被拿下了 那马德是一缺钱了 就住院 他一住院 底下人就给他送钱 他管辖的一个叫海宁县 黑龙江隋化地区 海宁县 国家级的贫困县 那个县的县委副书记 一次给海 给这马德书记 就送了50万 低着50万 往地下一放 马德拿脚一踢 把这放钱的包踢到病床的床底下 完事 住了七天院 一看病床的床底下 240万人民币现金 出院 这次住了七天院 马德人家玩三姊妹 我就问我们人民大学 姓学研究所所长 潘森明教授 国家扫黄委员会专家委员 我说潘隋明教授 我说潘教授 这帮家伙可跟胡锦涛说的那八十八十个对着干 人家胡锦涛说的是以交涉意为耻 这帮家伙 他们实际上是以交涉意为荣 他们在酒床 他们就吹 你玩死妹 我玩三姊妹 我说以后他们怎么吹 潘森明很幽 潘森明老师跟我说 以后再吹 不能吹玩四姊妹 为什么 谁家有四个姑娘 除了少是民左右 城里的人基本没有了吧 农村也很少吧 几乎没有了吧 你说农民从现在生四个姑娘 其实你家生了四个姑娘 他不见他干这事 他干这事 他也不见他伺服一个难的 对不对 所以潘森明说不能再往下吹了 说我玩四姊妹 人家不信 我说那怎么吹 潘森明说 再吹就玩 吹这么吹了 你玩四三姊妹 我玩三代人 十六七的小姑娘 他妈三四十 他老了五六十跟着 你说你玩三姊妹 我玩三代人 你看没有 这是幽默的话 但是你以为 你以为这些干部 苦怪干部 无耻到什么程度 所以包二奶 包最多的一个叫 湖北省的一个 实验地区的地位书记 叫张二江 中国是二三十多个省 二百多个地区 一个地区都挂好几百万人 你可别小看 张二江人家包多少 二奶 人家有没有信任的 记得住的 一百零七个 加上他老婆 正好一百零八将 还没有来得及 分三十六天刚 七七二地上 中纪委给抓起来了 双规了 他不是最多的 最多的一百四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副司令 王守夜中将 也拿下了 他包多少 人家包了十八个 生了八个孩子 他那二奶 大奶 三奶 经常抱 跟他生的孩子 到纪委闹去 为什么 他给钱给少了 你知道吧 你知道 这个山东省济南市的市委 组织部长 市委副书记 去年他死的时候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 段义和 61岁 副省级干部 他在十几年以前 包了一个小工人 叫刘海平 17岁 他就包了 刘海平去年31 段义和61 他把刘海平 从服务员调到济南 全家都给安插挺好 完了呢 他就给他用假的手续 让他入了团 接着又入了党 接着又给他分配到了 济南市 国土局的一个科长 党员干部了 但是现在 他是党员干部了 他就能听这些 纪律检察委员会 反腐败的报告了 胡锦涛曾经说过 凡是包二奶的干部 给我就地免职 这刘海平 19岁 17岁的时候 是一服务员 县招待所的服务员 当时段义和挂职下放 县领导就说 你刘海平 你就专门负责照顾 这个上面下来的 这个干部 段义和 这是党交的任务 这刘海平的 17岁小姑娘 纯情少女 就给他 用老百姓的话 叫全火 练全火 不光照顾他的起居饮食 照顾他的性生活 叫照顾到床上 对不对 照顾挺好啊 完了呢 被发现 被发现之后呢 上去就找段义和谈话 怎么回事啊 就提前结束 他的挂职下放 提前调回 调回来了 这段义和挺仗义 一想你色谋挺好 纯情少女 我回到济南 他就把他调回来了 慢慢慢慢的 把他们全家都安查好了 买了房子 买了车 还不止一个 车也不止一辆 但是呢 这个段义和的老婆 发现了 段义和的老婆呢 一想老夫老妻子 这玩意也不能离婚呢 采取大禹之水的办法 什么呀 疏导 大禹他爸爸是赌 他不赌 他疏导 什么叫疏导呢 他给介绍 给刘海平小姑娘 介绍了一个 男朋友 是一个医生 后来俩人就结婚了 他的意思很清楚 我让你刘海平名花有主 是吧 你结了婚了 生了孩子了 你们就过日子了 别老跟我丈夫 对不对 这是疏导的办法 对不对 那么刘海平呢 就跟着医生结婚了 但是这个医生呢 是中国人 他赶不上法国总统 萨尔科齐 他赶不上人家 他发现他的爱人 跟段和有关系呢 他就觉得自己 受了歧视大炉 用中国传统文化 这叫戴了绿帽子 知道吧 他法国不怕 法国是互相戴 你给我戴 我给你戴 法国总统 你们都是吧 法国总统离了一个 最近不刚接一个吗 他离那个妇人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勾子的吗 咱们把这都蹬了 是在那个 那个塞西利亚的婚礼上 当时萨尔科齐 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这个朋友的新娘子 就是塞西利亚 他在婚礼上 他就把新娘子给勾子上了 你要说法国人真浪漫 你要说这新娘也够浪漫的吧 你跟那新郎是自由恋爱 你们俩结婚了那一天 他看见塞西利亚 两人就勾子上了 你咋吗 结婚第三天你勾子的 对不对 婚礼上他就出了外星了 两人就各自离婚 两人结婚 结婚以后 过的一段不错 又歪了 他那塞西利亚就跑美国去了 人家又跟别的了 给带领帽人萨尔克吉 又跟别的女的上了 咱们就互相带 人家法国人就是成熟 人家法国人认为你是总统 你把国家搞好了就行 至于说你家里那点事 是我们不管 当然你不能强奸 你不能性骚扰 但是你都是成年男性女性 你们俩愿意上床 我们不管 美国也是这意思 那有人说不对 说哥伦顿搞了一个提示 叫莱文斯基 为什么美国人就要弹劾他 我就问他们了 我说你为什么弹劾人家 他说 克林顿是个成年人 莱文斯基是个成年人 他们俩愿意我们管干嘛 但是 白宫是干嘛的 白宫是美国现任总统住的地 他们家 那白宫是谁的钱 美国全体纳税人的钱 我们大伙掏钱 给你弄一办公室 椭圆形办公室 那是让你上班的 那不是让你干这的 如果你克林顿搞一个女人 你老婆希拉里不管 我们美国人更不管 但是不许上班时间干这事 不许用纳税的人干这事 也就是不能在白宫干 你们出去可以 我们纳税人给你掏钱 是让你干这个的吗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美国人就问他 有没有这事 这克林顿说 忘了 这事能忘吗 这叫做违证 接着人家美国就成立独立检察官 调查 他给人家设置障碍 比如让他交 比如交录音 他不给人交 叫设置障碍 设置障碍叫什么 叫妨碍司法 做违证 妨碍司法 两条重罪 弹劾他 而不是因为他搞一女人 你明白这意思吧 这个意思 因为你一个领导人 你掌握着核按钮 你掌握了好几万个核弹头 你不诚实 你做违证 美国人说吧 我们怎么把一个 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一个不诚实的人呢 是吧 而你用纳事的人 在上班的时候 你搞 这也是不对的 这是绝对是不对的 所以弹劾他 弹劾他最后呢 插几票 把他吓得一身冷汗 他就带电视台向全体美国人民道歉 他说我有错 主持人说不对 柯顿顿马上改口 我有罪 完了 美国人呢 也比较成熟 到了 你已经承认有罪了 就算拉倒了 对不对 结果插几票 没有弹劾他 接着当 对不对 你们想想 这法国更厉害 离了 离了之后 人家又接了 没结婚 以前想带着女朋友 出国 人说不能 为什么 我们接待总统 如果是夫人 我们可以接待 这是因你的情人 你先别带 赶快结婚 回来三月就结婚了 结婚了可以了 这就要第一夫人 人家想得清楚 你知道 所以说 所以说呢 但是我们国家 哪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说你说一个刘海平 又结婚了 又离了 他怎么办 他就想嫁给段一和 我17岁 你咱俩就发生关系了 你也答应过 我要娶我 你怎么就不娶 你给钱 你娶我 不就这点招吗 这点事对于刘海平来讲 算错误吗 不算错误 人17岁 纯青少女 对不对 人想嫁 你怎么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最后怎么样 段一和 找借口 怎么办 刘海平给他告了 刘海平给他告的省委了 因为你是副省级干部 给你告的省委 对不对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要挟你 是吧 你告 我跟你告 我告你 我告你 我就目的是给你要钱 我目的是上去取我 对不对 那么省委就得找段一和谈话 段一和是副省级干部 段一和就知道了 活了 为什么活了 我们国家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如果一旦没了无伤帽 刺杀他也没有 那打了动了命根子了 急了 找他纸女婿 他的纸女婿是中文人民将军工程兵 某部队的战士 后来复原了 段和就把他调到济南刑警大队 副队长 告诉他 这事教你了 这小子想出个车祸 把这刘海平给他撞成一植物人 但是没干成 这小子工程兵学炸药的 嘿 想干脆 我给你炸死 找了一个小兄弟 两公斤裂性炸药 找了第二个小兄弟 又弄了五个雷管 找了第三个小兄弟 制造遥控装置 用了两个雷管做实验 实验成功 好 两公斤类型炸药 再加三个雷管 搁一块 由段和的哲女婿 这刑警大队副队长 亲自操刀 拿把这爆炸装置 就给搁的 刘海平小姑娘 开那辆小汽车的驾驶座位 底下了 这刘海平不知道 开着车 后面就跟着 跟丢了 济南也车多 再加上了 刘海平那车 据说七十多万 性能不错 加速性能挺好 他那警车不行 他那警车 加速可能没那么好 所以就跟丢了 跟丢了 赶快就到 他必进之路 因为他之路 段和最近给刘海平 买一套房子 一百三十米 在什么什么小区 他就赶快绕到这个小区 等着 看他车过来了 一人电牛 是吧 爆炸装置吧 不见的是电牛 不管怎么样 他也扯凌空爆炸 两公斤烈性炸药 把刘海平那脑袋 包括这膀子 从这开始 咔 炸出几十米 但是没破相 刘海平那人头 加上这膀子 手机也没炸坏 底下血肉横飞 对吗 中央非常重视 因为这是爆炸 这属于恐怖行为 大把漏就给炸了 殃及无辜 马上调公安部 精兵强将 破案 不惜代价 必须破案 那就排吧 那就找吧 正好找着你老太太 说你呢 我看见了 说当时有一个人问我路 这是什么什么小区 是 五分钟以后爆炸 被中国人看 爱看热闹 呼噜呼噜都往那边去 有一个人他往外走 大伙都往里走 为什么看热闹去 有一个人往外走 钻进了辆警车 那警车的牌照 那号码老太太给记住了 所以他们开玩笑 这老太太看来是教数学的 要不就是出纳 反正对数字极敏感 他就记住了 一般女的对数字不太敏感 是吧 告诉了 那么马上顺着牌子 找出这辆车 用精密一气一测 这辆车装过炸药 那种炸药的威力 跟现场的炸药 属于同一种型号 重大嫌疑 车主就是这执女婿 副队长 逮他 他已经快出境了 什么叫出境了 可能往香港 往澳门跑了 叫出境 那不叫出国 但是呢 48小时破案 逮着之后 9小时突击审查 招供 招供48小时 把断盒逮着了 是吧 逮着了 这是新中国 破大爆炸 速度相当快的一干子 48小时就破案了 一看 还不是恐怖袭击 知道吧 那炸药也是中国的 那摇晃器是土道的 是吧 是为了这个 到他们家一搜 紧接着就到段一和 他们家一搜 段一和他们家 1500万人民币现金 其中500万现金刚送的 刚送段一和都不知道 因为段一和 一和的老家山东省德州地区 齐和县的县委书记 他送的 后来一调查 他为什么送 因为他是县委书记 现在改成市 叫县级市 也是个 就是等于县委书记 他在德州没摆平 德州地区不提他官 有人就说 咱们段一和就是齐和县人 你找他 他是省级干部 这小子500万现金就低了 刚给哥那 没多久 正好 就奔他们家了 就奔这齐和县委书记 他们家 到他们家 2100万人民币现金 哎呦 那个腐败 我看 说山东富不富 山东经济还算比较发达 说这齐和县 是不是经济特别发达一个县 不是 中等 就这家 现在就这家 呆着了 那当然了 完了呢 一看这事怎么办 这么大的事 按照中央的规定 副省级干部要想审 必须出省 简单说 必须是河北省审 或者天津市审 山东不能审 因为他是山东省副省级干部 这是规定 但是这次怕 创案 因为逮了就是一串 逮了就是一窝 怎么办 山东就在 资博地区中级法院审了他 一审判死刑 没得说 二审 如果是死刑 中国大家都知道 中国必须得开厅 证人得出厅作证 以前我们的二审 叫书面审 就是一审判完了 二审这几个人 看看材料 维持原判 就判了 二审终审 现在是死刑 二审必须开厅 关键性的证人 必须出厅作证 因为你证人不出厅作证 你怎么能知道事实不清 事实不清 就发挥重审 同判 对不对 那么证人呢 做伪证 不怕 你做伪证 相当于撒谎 你撒 你撒一谎 做一伪证 对方可有律师 那律师可都很聪明了 治出来 你这 有矛盾 那么一般的人 为了掩盖一个谎言 他为了掩盖一个谎言 要编两个 他得编俩谎言 掩盖一个 俩谎言又出毛病了 编四个 掩盖俩 出了毛病了 编八个 掩盖四个 一般人的智力 编八个谎言 自个儿编糊涂 是吧 自个儿编糊涂 比如我问你 哪毕业的 首都是大 几年级 几年级 班主任是谁 同学是谁 你们班团职部书记是谁 你们班 你们班如果有党员 几个 都是男都是女 这些最几个 如果你是这儿编 你不用说 你们宿舍几个人 如果你编 你试试 你编完了 编完了再说一遍 自个儿说的不对了 你知道吧 让你再重复一遍 你都重复不对 为什么 你瞎编的 你现场编的 所以说不怕 所以二审得开庭 二审开庭 证人出庭作证 举证 治证 由法官认证 最后判 判完了 报北京 最高人民法院 去年07年1月1号 中国把死刑核准刑 下放了21年 在下放了21年之后 去年重新收回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干嘛 派人下来核准 这个程序 最起码三月 但是段一和 42天就给毙了 为什么 四个字 杀人灭狗 为什么 你不把他灭了 他给你咬啊 小子想 反正我也不活了 我咬 我看着 我给谁谁谁送钱 你怎么办 你得一串 麻烦了 得得山东一串 好办 他再往上捅 他可就捅到中央了 你可别忘了 他可是副省级干部 最近又一个事 你们都知道吧 黑龙 那个 外 那个蒙古 不是蒙古 蒙古就是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叫霍浩特 霍浩特在三十万前一天 他们的副书记 被一个他们底下的一个区的公安局长干掉 打死了 边上赵海女子也一块打死了 打死之后 这公安局的局长自杀了 但是留下东西了 我为什么打的 霍浩特人都知道 前两天我们吃饭 碰见霍浩特的一个报界的一个干部 人家是报界的 传媒的干部 人家可不是胡说八道的主 你注意 人家亲自跟我说的 那小子收了六十万 这个公安局的区的 一个区的 开发区的 一个官局长 给这副书记六十万 保官 买官 他干了 结果他没爆料 人家按照潜规则 因为大多数有民规则 有潜规则 民规则提干部 组织部审查 靠了你的政绩 对不对 等等等等 这是民规则 他不按 潜规则是买 给你钱 你答应了 答应了你给我买 他民规则 他不按着来 潜规则 他也不按着来 他收了六十万 人家找他退去了 按照黑社会的招 按照潜规则的招式 退一半 比如说你说 你让他杀一人 他说我给你要六十万 可以 答应了 答应了先给三十万 杀钱 杀完了再拿三十万 没杀 没杀三十万也不退了 因为那成本 怎么退 但是那个三十万不能要了 人家你答应六十万 你没给人办成 你给人退三十万 对不对 他不退 这小子 叭叭的打 就是吧 呼号特人全知道 我相信这是事实 但是过些日子 中央 不是中央 抱着灯了 烈士 惊动了全世界 说怎么就成烈士了 这烈士得有事迹 你跟我说他什么事迹 再说了 烈士得有审批手续 审批手续要时间 怎么急急忙忙 他就成烈士了 荒唐啊 全世界的传媒都炸了卧了 说怎么回事啊 他们打电话问我 我说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知道俩道腐败 我就知道胡锦涛实际大报里讲了 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他说的原话 而且现在的腐败是创案是窝案 反腐败四句话 让干部不愿意腐败 有信仰 让他不能腐败 全力监督 让他不敢腐败 腐败的风险太大 让他不必腐败 四句话 对不对 是不是 四句话什么意思 就让他 他不愿意腐败 他有信仰 所以我不刚才讲了科学 科学是解决求真的问题 他解决不了善恶 他也解决不了美 那有人说 那信仰他属于审美 叫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西方叫宗教信仰 我们国家是有信仰为宗教 所以是一个非宗教的国家 所以说用美意带去宗教 但是以什么为美 每个人可不一样 你可注意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所以说我们总结的信仰是四句话 就是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 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 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 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他是心灵的家园 他是情感的世界 用实习大的话来讲 他叫精神家园 现在我们国家的精神家园 出了大包 全信钱 所以人家国外就说了 金钱作为资本 他可以进工业 进农业 进教育 进文化 但是资本不能进灵魂 资本一进灵魂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就不可持续发展 这是大事 我们国家的叫收入上升 信誉下降 彼此戒备 天天过节 客户 愚人节 你知道吧 现在诚信可出了大问题了 你知道吧 中国人本来就是双重人格 三套面具 说一套 想一套 做一套 你不是说我们那时候 国际歌 东方红永远一块唱 一天最起码唱三回 早中晚 开会说还得唱 先唱国际歌 中国就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唱完了 东方红太阳声 中国出于毛泽东 他是人民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我们发在音乐课本里 底下住着 大救星 就是救世主 还告诉你 怕你还不知道 我们中国人就唱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胡说黑又 我们这出一个 那我告诉你 两个人一块唱 我告诉你 那时候叫精神分裂 跟你讲 你以为呢 唱了三十多年 你可注意 煞有介事的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胡说黑又 我们这出去造就行了 造神的 你可注意 现在一样 现在的春节晚会 前几年有一个战士唱 说句实在话 我也有加 说句心理话 我也有爱 我们听得挺顺 人家西方评论了 看来你们中国人 平常不说心理话 煞有介事的说 说句实在话 我也有加 说句心理话 我也有爱 人家说平常你不说心理话 那有加有爱 还得等说实 说心理话才说呢 所以中国是三套面具 说一套 做一套 想一套 你注意 说还会说三套 只鸡子一只 鸡子一只 光话套话 平常说一般的话 跟哥们姐妹说心理话 双重人格 三套面具 这叫国民性 这也是我们社会学的一个课题 叫国民性研究 将来你们都是教育工作者 所以说小孩的这国民性 对于教师的这国民性 他对将来的孩子的国民性 是一个有非常大影响的事 所以说这次胡锦涛的 实际上报告里提出 要大力的树立公民意识 我们国家是多八民 少两民 多的是草民 小民 雕民 豹民 豫民 最多说你是农民 市民 居民 缺的是公民 什么叫公民 又叫国民 什么叫公民 就是自由的和负责任的 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 我们叫公民 这次胡锦涛终于用了公民 怎么说的 公民意识三个要素 第一个民主法治 第二个自由平等 第三个 公平正义 这是仨理念 所以现在我们中国最缺的就是这理念 是不是民主 什么叫民主 主权在民 一人一票 少数服从多数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 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这胡锦涛今天又说来了 今天不二中全会结束了吗 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盟 我刚听 就是这个整点新闻 说了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 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对不对 完了我们的民主两步走 党内民主 用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 是吧 那么公民 公民呢 就是自由的和负责任的 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 这叫公民 对不对 民主法治 民主就是 法治什么意思 就是 按照比赛规则比赛 按照游戏规则游戏 定规则也得有规则 立法法 改规则也得有规则 程序罚 所以现在法院已经提出口号了 要宪政 宪法的宪 要宪政 不要专政 要法治 不要人治 因为专政 就是系统的使用暴力 这是列宁的定义 我们国家 不想系统的使用暴力 干嘛 法治 依法治国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 法治国家 出自15大江泽民总书记 做的正式报告 第一次出现 前面14次大会 没有法治这词 到第15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出现了法治 而且把利刀那个治 改成了三天人手的治 这叫刀治改水治 原来是利刀那个治 现在是水治 所以说建立一个 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而且定了计划 到2010年 我们要建立一个 比例严谨 结构合理的 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完了 党内民主派 党内这些老干部 马上在杂志上 就登一篇文章 叫新闻立法 正当时 这就注迹到了中国的核心 什么叫新闻法 依法保护 人民的 公民的知情权 现在我们公民的知情权 几个人控制着 几个人控制着 他说这也不让说了 报纸就不许说了 这也不让说了 报纸就不许说了 比如说松花江被污染 为什么 因为一百吨消极本 在吉林石化 出事故 一百吨消极本 注入到松花江 最后流入到黑龙江 报了吧 到某一天 各报 全没有了 为什么 上面有指示了 这事再也不许报了 没了 黑砖窑 山西出现奴隶 一分钱不给 给挖煤 跑跑 就抓回来 往死里打 完了河南省的一个电视台 河南省电视台 一个频道的一个栏目 说 我们可以替你们找 你们的儿子 好 马上到这个电视台 这个频道的这个栏目 来的就一千多人 就一千多人找自己儿子 所以他们就说了 中国的奴隶 最起码大于一千 人家问 哪来的 统计有这数字吗 统计可能没这数字 中国现在还有多少奴隶 他 那个 河南电视台就说了 大于一千 为什么 他同时来找的 就一千 他们一人找一个 他不就一千吗 最长的丢了八年了 最小的十三岁 就解救 解救 解救 解救完了 让一个当地的一个民政局的干部 说你把这解救的这个所谓黑砖奴 给他送家去 这小子半道三百块钱 又把他卖了 卖了 又给解救了 又教他 他又给卖了 一个干部 卖一个奴隶 卖两回 这回可犯了重怒了 你想想 一个大活人 三百块钱 又给卖了 让他给送家去 半道 有人说这送什么家呢 给你三百 那领走 领走了 他拿 他说了三百 他给人卖了 蹬没蹬 蹬了 到某一天 各报全没有 为什么 上面下指示了 再也不许说了 各报 就没有了 雪灾 这次雪灾 有不同声音 对吧 什么叫雪灾 全人祸 谁说的 五十年一遇 南方周末登出来了 什么五十年一遇 人家湖南三年一遇 三年以前 就有这 就有这事 什么五十年一遇 那河南 不是说的湖南 湖南 他每 他隔个几年 他就有冻雨 那冻雨就是 沾着电线就接冰葫芦 所以他们电网早就有招 什么呀 一个是直流 大电流 让电线发热 一个叫瞬间短路 他们有 让电线发热 驱冰的 这种技术 早就有 你想想 那你们就是高压线 二十二万伏 是吧 如果呢 但是这种技术呢 需要有准备 而且需要有干部来调配 比如这条线路 接了冰葫芦了 给他低压的 给他长时间 给他供 但是呢 不是为了输电 是为了 因为低压 他损失大的 什么叫损失了 他变热了 所以这电线八十度了 他电线 他八十度了没事 那电线 他断不了 八十度能断吗 但是八十度就摸就烫手了 那冰 一会就化了 你注意 早就有 或者瞬间短路 你们也都是瞬间一短路 电流很大 发热 发热那电线 给他短路到百分之一秒 百分之一秒 大电流 你二十二万伏啊 那玩意儿 要是短路 他千分之一秒 万分之一秒 那电线啪就热 都得算好了 但是这条线路 荣兵 这叫荣兵技术 各招多了 这条线不能输电了 那怎么办 现在走这条线 等到这条线 兵输完了 用他 用这条线路 输电 这条线路 采取荣兵技术 得有人调配 调配就需要高级的领导 对不对 高级领导干嘛呢 湖南正在开人带会 各地方的干部 特别是一把手 全在长沙开会的 那没有更高级的干部 调配 他就底下的人不成 那我就是管这个电路的 我说我这电路 不输电了 他成吗 对不对 完了呢 温家王去了 提前一天 湖南省的人带会结束 还什么会呢 这边都出大事了 但是呢 这帮干部都坐着汽车去的 公路呢 一接兵 一堵车 回不去了 知道吧 回不去了 那回不去了 也不要紧 因为高速公路 他有桥 有桥 他有坡 坡接了兵了 他就上不去了 如果要是反应快 马上动员两班的老百姓 干嘛呀 除兵啊 一个小时给拍十块钱 无数的人就上来了 一会儿就把那兵给出了 那还算事 北京我们小时候下大雪嘛 当时胡同里头 第二天早上一看 下大雪 各家各户全出来 叫个人自扫门前雪 第二句话叫修管他人瓦上霜 被中国人认为是自私 这胡说八道 你想我干嘛我不扫门前雪 他人的瓦上霜 我管的干嘛 我有病啊 我 我当然我不管 你们家瓦上接霜 我管的干嘛呀 但是如果个人自扫门前雪 大家伙都扫 这条街马上就干净 小时候我们都干过这事 是吧 我们投了是一胡同 胡同当然是土的 土的你不扫 到白天一化 就是你 所以一大早上一看 雪 你就看这一胡同的人 全出来 最多最多二十分钟半小时 怎么样 干干净净 这雪都搁边去了 搁在那个树底下 为了将来化了就变成水了 那个土道 下了雪 绝不结冰 不是 一个是不结冰 一个是不滑 他不是 他不是泥 你知道吗 湿呼呼 下完雪 一扫 那土地出来 湿呼呼 你想这叫什么 再说了 你那个 你那个广州铁路局 你是电力机车 你电力机车 你是没了电了 为什么没电 国家机的电网 22万伏 由于 那塔 那塔 豆腐渣工程 现在他们铁道不承认 谁说豆腐渣工程 人家南方周末说了 70年代修的铁塔 一个没塌 怎么回事 就是那地 怎么你们80年代 90年代 两三年的塔都塌了 豆腐渣工程 谁说的 是98年 强江群里的洪水 当时的朱镕基总理 在九江大堤 垮的时候 朱镕基去了 一看那钢筋都是竹子的 那地基都是垃圾 挖一坑 他填垃圾 填完了垃圾 他再往上干 结果洪水一来 朱镕基就骂 王伏蛋工程 豆腐渣工程 王伏蛋工程不文明 没给他穿 没给他说 豆腐渣工程 广为的流传 所以这次人家又说了 你们有没有豆腐渣工程 铁道不说 没有 没有人家说了 那怎么没他 其实人家都没他 你知道吧 对对 再说了 你那22万伏的电网 你为什么修在这个铁路的 叫接触网的上头 因为铁路改电力机车 电力机车 你们都知道 它有一公子 公子上边的是 2.5万伏的电网 它的公子得跟电线 它得结合着 那个电压是2.5万伏 上面的是22万伏 还有50万伏的呢 超高压 那是国家级的电网 你怎么把那电网 修在这上头了 那一塌 巴基搭在这电网上了 这是一个问题 设计有问题吧 再说了 你没了电了 你赶快调内燃机车 内燃机车 它不收电 它不调 也不是不调 后来调了 完了 你想想 这就质群 广东省的政协委员 就质群 就这次开会的时候 就质群铁道部 说你们就为什么 你不调内燃机车 但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非常的蛮横 你知道他说什么的吗 你们知不知道这事吧 打起来了 他说什么 这个 北京晚报 北京晚报可不是小报 北京报业集团管的 就是前两天 前两天 他说什么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请辞的条件 叫灾害反思之次 他说什么呢 2月17号广州市政协小组讨论中 市政协副主席 郭熹灵说 这一次有两个部门要批评 一个是气象部门 之前完全没有预测到天气的严重性 不过更严重的是铁道 铁道部 他主要质疑和批评 因为断电只能去找内燃机车 最后在新疆才找到 找到了车又找到 找不到人 找到了人之后又下岗了 那开内燃机车都下岗了 好不容易把他们都请来了 结果内燃机车又找不到 他们必须烧的5号柴油 因为现在都是10号柴油了 找着车 找不着人 找人了 这又没油了 对不对 完了好 批评一顿 铁道部火了 你注意 铁道部说什么 一天以后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王永平 在19日做客人民网 人民网就是人民日报那网 你可主意 那可不是一般的网 在做客人民网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如果 郭副主席对铁道部的指责 都是真的的话 那么我作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 首先要请辞 我作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每天都要到调度指挥中心 了解当天的救灾情况 以及信息发布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铁道部从长江以北 调过任何一台内燃机车 到广州地区参与救灾 新疆到广州的铁路达六千公里 把内燃机车开过去至少要七到十天 我不知道郭副主席是通过什么高明的方法 把新疆的内燃机车一下子就调到广东呢 除了这一针锋相对的反驳外 叫做纪委 说这个郑先副主席 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的指责外 王永平在访谈最后说 这就要问一声了 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 并肩战斗奋起抗灾 共渡难关的时候 那郭副主席你在干嘛呢 听听 打起来了 这在中国可不多见 打起来之后还登报了 登的报还不是一般的报 是北京晚报归北京报业集团馆 北京报业集团归北京市委馆 它是市委机关报 它可不是小报 我可告诉你 完了 你看这个苏文祥 这个人还挺有正义感 就这作者 他就说了 他说从严格起来讲 中国没有几个新闻发言人 有的只是部门发言人 或者部门辩护人 他们大部分的发布 他们大部分发言没有新闻 而发言人本身往往成为新闻 王永平先生也不例外 我曾经几次就新闻发言人 吴新闻的发表了这个看法 想到这一制度刚刚建立 不妨等等再说 我就把笔给撂去了 就是作者叫苏文祥 他说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 不同意新闻评论员 评论员可以喜笑怒骂 揭成文章 新闻发言人只需要用事实说话 用数字说话 不可以喜笑怒骂 政府是政府 媒体是媒体 比如说 类似我不知道 郭副主席是通过什么高明的方法 把新疆的内燃机车 一下子调到广州的 这都讽刺性的话 这不应该新闻发言人说 你注意啊 他说当广大铁路职工 并肩奋斗的时候 你在哪呢 这样的话 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 是万万不能说的 这观点是对的 我赞成 王永平先生 大概不知道政协是干什么的 也不了解参政议政 是政协委员的权力和义务 郭副主席首先是郭委员 在政协小组的讨论会上的发言 仅仅是他的个人意见 王先生向广大网友发布说 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 已经明确表示 个别同志极不严肃 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 绝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 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这其实是此地乌银三百两 且不说郭副主席是否 就是那位个别同志 也不论他在会上公开言论 是否极不严肃 极不负责 单就代表谁而言 恐怕很少有人会误认为 他的话就是代表四套班子的 明白吗 人家没说代表四套班子 这叫此一乌银三百两 对他说了他说国务院近日发布的 关于抢险救灾工作 及灾后重建安排的报告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反思 此次持续低温与血动灾 暴露的出来的矛盾和问题 铁道部即使什么矛盾和问题 都没有暴露出来 也有一条是板上钉钉的事 就是新闻发言人 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一窍不通 对政协委员在会上发言的权利 缺乏起码的尊重 仅此已经构成了请辞的条件 他给自己开出的请辞条件 似乎用不上了 这话狠 就说你这新闻发言人 您干脆辞职不你 你对民主政治 你连个尝试都没有 你知道 你就感觉反追相机了 对不对 这还不说 铁道部人家还屁股他呢 广州已经断了 电网也断了 公路也断了 广州呢 就广州铁路局就向大伙打工 打工仔啊 就这些农民工就说了 不卖票了 你想农民工老实巴交 正一年前 你不卖票了 他又知道路都断了 他到车站干嘛去 他就回去了 农民工可不就回去了吗 回去一天 这铁道部为了追求政绩 他有几台车啊 可能通了 他又说了 通了 好家伙 这些农民呼噜呼噜 又回来了 这一天就是几十万 这几十万还没走 那那几十万又来了 哎呦 广州铁路局急死人了 你说这赖谁 你既然说又通了 人就来买来了 买了你又不卖 人可不急吗 本来都回去了 回去了你马上就说 这十天办了 也通不了 那打工没打工仔 人就想折了 或者咱们走回去 有啊 有走回去的 你可别小看打工没打工仔的 这个顽强啊 那是中国的机灵啊 我跟你说 有一个打工仔 跟人要钱 拖欠人家工钱 人家跟他要 雇主不但不给钱 打 把腿打折了 找谁谁不管 人家这个打工仔 人家拖着一条断了的腿 人家爬了1700里地 1700里地 爬回去了 爬到 爬到 爬到一地 爬到一饭店门口 就要点吃的 人家老板出来一看 他一说 一看这惨样 他给断碗面条 吃了 接着爬 爬到家 那骨头 长上了 但是就急行了 因为他没给挣骨 后来我就说 这故事要拍成连续剧 多棒啊 对不对 比那色戒不棒 那色戒 那个王家之 那个 那妹妹 人家说话了 人家说我姐姐 是特务 又要杀这所谓的汉奸 那是在侧的特务 对不对 但是没有受过训练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色戒里头 那个特务 究竟老见巨猾 你只要派 色情间谍 经过训练的 专业的 他认出来 而这个 就是这王家之 这个 他实际上 就不是受过训练的 不是受过训练 就什么 就傻呀 他不是特务吗 当然了 他又要 担负的任务 所以这老特务 就死说活说 考验多少回 一看 这就是一傻丫头 根本他就不是特工 是吧 所以他就放松警惕了 完了 有一次 就打他 没打着 没把这汉奸打死 这王家之呢 一想 你没发现我 你知道吧 又回去了 再找下一次机会 干他 结果 没成 你知道 他是这么个事 知道吧 好 在咱们这个 尤其咱们那大陆这票 他把那三段性都给删了 最后给老婆先生 一看什么了 就是那特务 亮出六克拉子钻戒 这小特务就翻水了 本来要没没要打 他们就不打了 跑吧 你走吧 走了 走了之后 自个儿小妹没了 那小哥们姐妹全没了 你说这什么人 你说这是 人家妹妹说了 这是对我姐姐的极大忽谱 我姐姐也不注意这么傻 而且她姐实际上是干了一回 没干死 人家又回去了 人家回去的意思就是说 你没发现我 我加一次找机会 我还干你 这么个意思 你想想 所以他们有人就问我 说你看了色剑了吗 我说没看 故事是什么 知道 我知道 他有文字 我知道 他梦我什么态度 我说我告诉你 如果这事是真的 没得说 如果这事是编的 一切不值 你注意 所以说马可图文有句话 马可图文说 真实的事情是最有魅力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用考虑合不合逻辑 明白吧 虚构的故事 他编的时候 他都得考合不合逻辑 有人给 有人 我给做一个比喻 911 两个楼夸击就下来了 对不对 那个楼的设计师 都是著名设计师 打开电视 一看 那俩楼夸下来了 为什么 他撞的黄金分割点 60吨 航空燃油 撞到0.618上了 就这楼啊 撞到0.618上了 大约上面是40%的重量 撞这了 撞低了不成 撞高了不成 他就撞这 撞这之后 60吨燃油一烧 把那钢架子给烧化了 烧化了 上面40%重量 他就盯不住了 盯不住了 起来了 起来之后 就相当于一个载重汽车 他起来了 你在刹车 你刹不住 他有惯性 对不对 他就一家伙就压到地下室七层 所以说那个楼呢 是一百多层吧 它是直直的这么下来的 这种滑坊 这设计师 没想到 他们都想到 说可能这么 这么塌 因为炸根啊 可能这么塌 是吧 要是台风 地震 他们就没想到 还有一个 还有一招呢 0.618 你知道吧 结果这几个设计师 把那当时的图纸 都拿出来了 反复放着录像 看那个楼 一边掉着眼泪 一滴眼泪 一滴眼泪的掉 一边一叶纸一叶纸的翻 一宿没睡觉 知道吧 他们就想 当时咱们怎么没想起这招呢 他们都是一流设计师啊 什么情况 他们都没考虑到啊 对不对 他们就没考虑到 人家 后来美国人也 美国人也反思 说这19个恐怖分子 截了四架飞机 有一个没上去 是吧 19个 是吧 但是这些架飞机的人 后来大伙恍然大悟啊 这都是我们驾校的同学 这些家伙到美国学的驾驶 大型喷吉克基 你知道吧 上了阿拉伯没这学校 美国有 他们就去了 但是那同班的同学 大吃一惊 这不咱同学吗 恍然大悟 为什么呀 这几个同学 老师说交降落 这几个人从来不来 说我们早就应该知道啊 这几个小子不正常啊 你知道吗 一说交降落不来 为什么 人家根本没打他路 根本就跟你说 人家就学去开 你知道吧 所以说 所以说他们有人问我 说你对色情怎么看 我说如果是真的 没得说 如果是假的 一千不值 瞎编什么 你瞎编 对不对 你想呀 如果真有这事了 没得说 那就人性 对不对 但是没这事 瞎编 完了汤薇就出了名了 现在做广告六百万 完了无数的小新们 就觉得 哎呦 得当明星啊 所以中戏一招生 好家伙 招这么七不十个 去报名的六七千呢 哎呦 这些家长 希望自己的孩子 将来成新啊 完了这回香港 艳照门 这些明星好 感性 净来虚伪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对于青少年的偶像 极大的一打击 比如说这好事坏事 这叫坏事变好事 因为在西方 没有人把明星 娱乐明星当成圣人 当成偶像 中国古代 从来不把艺人当成偶像 叫什么 叫戏子 戏子 万般节下品 唯有读书高 中国一历来是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你注意 什么叫读书 继承人类文明成果 那书就是人类的文明成果 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牛顿说那句话 爬到巨人的肩上 什么叫巨人 就是人类文明成果 你先爬上去 再站起来 你再创造 我最讨厌的话就是创造 创造什么你创造 一个小孩子 幼儿园跟孩子说创造创造 胡说八道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叫命好不如习惯好 将来你们可能是老师 老师教育孩子 最关键就是从小 要孩子俩成良好的习惯 小到假眉生 文明礼貌 大到思维的习惯 什么叫思维的习惯 我给举个例子 在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的时候 存疑 这就是科学精神 这就是怀疑一切 怀疑一切绝不是瞎怀疑 不是乱怀疑 注意 你可以证实 或者你证伪 这个道理 李湘不懂 李湘是那个 湖南的主持人 被北京电视台当香波波 给引进来了 在北京电视台 他搞一期谈话节目 有一期找我 我嘉宾 谈什么呢 谈那区别之换别墅 李湘当主持人 他就问我 老周 你刚开始听 区别之能换别墅 你信不信 我说我当然不信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没根据信 我又没去调查过 是吧 我也没有对这个事 只是新闻报道 我看一看 我怎么能判断呢 完了 一会他把那 那个叫什么 叫利二 就是那个 区别之换别墅 那个策划的那个 给交来了 网络推手 就左边 网络推手就说了 这纯粹是我策划的 那个那几步 区别之最后换别墅 有几步是真的 有几步是我假的 完了 李湘又问我 老周 他说了 那一步是假的 你信不信 问我 我说我当然不信 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说的是真话假话 我也没有跟人 也刚认头一面 我也没进行过 独立的调查 是不是 我也没 我也没 我有把证据找到 找到证据还不成 孤证不能定案 必须得形成证据链 得形成证据链 我这工作我都没做 他说是真的 我不信 他说是假的 我还是不信 李湘眨大眼睛 这什么意思 你怎么 他都说是假的 你怎么还不信呢 后来我心里说了 这傻丫头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 这意思呢 后来又问我 底下问我 说那纸箱线做包子 纸箱线的包子 有一个北京电视台的记者说 这是真的 问我信不信 我说我当然不信 后来北京电视台说了 这假的 问我信不信 我说我当然不信 都是他北京电视台 他说是真的 我就信 他一会他说是假的 我又信了 什么你也不能信 你只能存一 我说这就是思维习惯 从小你得形成 你要不然你就证实 要不然你就证伪 否则你就存疑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 对不对 这就是血 所以说命好 不说习惯好 对一个孩子 你跟他说创造 你不是害他吗 他创造什么 他创造 对对 语言就是最保守的 教孩子这叫桌子 孩子说这叫桌子 为什么 你学不会语言 你怎么跟人交流 孩子说我创造 你叫他这桌子 我就叫他一二三 可以啊 谁听得懂啊 语言就是相当保守的 语言每年有新语言 一般来讲 一年大约有十来个新词 也就是十来个 几千个词可都是保守的 可都是老大 对对 你不是说去年的新词 你们都知道吧 潜规则 什么叫潜规则呀 小漂亮功力想当演员 想出镜 叫先上床后上镜 这就是演艺圈的潜规则 什么意思 他先跟导演上床 后上镜 是吧 有个叫 有个叫什么张玉的 联合了一批小姑娘 状告15个导演 到中央纪理检察委员会门口 拿着证据 排了20分钟队 排上了 中纪委说你干嘛来了 我要告15个导演 先跟我们上床 答应让我们出镜 结果我们都上这床了 他不让我们出镜 腐败 中纪委问了 这15个导演是导演吗 有 有党员 不是党员我们不管 中国共产党 党的纪理检察委员会 对吧 这是中纪委 还得够一定级别的党的干部 我们才管呢 一调查那15个导演都不够 有的不是党员 有的级别不够 人家中纪委就跟他说了 你到地方纪委去告解 如果不是党员呢 你到监察部告解 中纪委他只管中央的这些 权力比较大的这些腐败人 但是这事登报了 我们才知道感性到中纪委告状人挺多 他排了2分钟对 而且他告了15个导演 而且一屈小姑娘 不是他一日他带头 他说我是无耻 我不就想出镜吗 但是我诚信 而且我等价交换 我想出镜 我就卖春 是吧 完了你们导演 你们欺负我们 你们上了床了 发生了性行为 你们又不 你们又 你们没成信 是吧 你们还玩弄你性 那我就得告诉你 对不对 就这么个事 所以说去年的潜规则 就变成了上床的 发生性行为的词了 叫我被导演潜规则了 知道吧 这就是去年的新词 我被导演潜规则了 你听这话 你翻译成英文 他不好翻译 翻译完了人家英文 什么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任何语言都是独特 都不可替代的 所以说十七大 有一个理念 叫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这是先进的理念 先进文化 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任何语言都是独特 都不可替代的 你至于 你比如说最近 奥运会出了一个丑 什么叫丑呢 奥运会说了 我们要把2000个 中国菜的菜名 把它规范的 翻译成英文 以后 今年开奥运会 全国全市场 可能来几百万 光那西文记者 就可能来两三万 他们到哪个店 一点这个菜 就是一个英文名 最后 童子鸡 怎么翻译 没有过过性生活的鸡 这叫什么翻译 改 改成春天的小鸡 外国人说 夏天的小鸡怎么了 后来就跟他说 我们中国叫卖春 没有说卖夏的 更没有说卖秋的 知道吧 说那 那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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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 怎么 说什么也讲 普通话 这就告诉你 任何语言都是独特 都不可替代的 你知道吧 你别打算 这虽说你们如果是广东人 你们就要会说广东话 同时你们也得会说普通话 普通话干嘛的 交流 广东话干嘛的 保持文化多样性 广东话 你们也都知道 为什么 民国成立以后 中国要有普通话 到底是以北方话为基准 作为普通话 还是以广东话 南方为 为这个基准 做普通话 开会讨论 结果广东的一个代表 在投票表决之前 上厕所 差一票 以北京话 北方话为准 作为普通话 如果那个小子 要参加投票 告诉你 全国人民学广东话 广东话 就是普通话的基础 就差一票 那小子早不去 晚不去 他投票 他去了 你知道吧 这就是偶然 你知道吧 偶然 你们去看历史 就这么写的 好之不我 瞎变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就说呢 我们就说呢 他这个 这个 这个信仰呢 他不是科学 我第一代的说 一直这个 这个把科学当正确用啊 这个语言习惯 一直到科学发展观 你们都知道 科学发展观是什么 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 他是正确的发展观 但是他在这呢 他不说正确 他说科学发展观 什么意思 在这当正确用 这就是1919年 武训动以来 留下来的一种习惯 我们通常用 这种习惯 就是科学当正确用 严格说 不对 科学就是解决求真的 伦理道德 解决善恶 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宗教信仰 解决美 真是善美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不是说吗 信仰就是对 未知留意的敬畏心情 前几年争论 我们中国有四个 唯科学主义的代表 其中何作修是一个 司马南是一个 方舟子是一个 还有一个叫赵南源 清华大学教授 这四个就是在传媒上 比较活跃的 唯科学主义的代表 啥都是科学 你知道吧 我有一次 我跟何作修做节目 我说您长得很科学 他自个也笑了 他不明白这道理 你知道吧 我说所有的科学结论 都得放在实践中 不断进去检验 你敢说马斯主义是科学 马斯主义就必须 接受实践的检验 而且还得做到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谁说呢 01年7月1号 江泽民当总书记 代表党中央说 说马斯主义的理论品 理论具有与时俱进 这样的理论品质 所以说你敢说 马斯主义是科学 他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还得做到与时俱进 如果你说马斯主义是信仰 信仰就好比几何学的公理 公理是不能证明的 也证明不了的 对不对 你要说他是信仰 他就不是科学 说我信仰科学 糊涂 科学是让你信的吗 我刚才就说了 科学精神的精髓 就是怀疑精神 就是马斯说那句话 怀疑一切 比如说举例子 你们可能都是这例子 老师常跟我们讲 水 纯水 在一个大家的情况之下 奢侈100度沸腾 零度结冰 这就是科学的结论 你信不信 你爱信不信 100度沸腾了 你说我不信 一摸躺一炮 再一摸躺俩炮 往来你说 我信了 你信了 科学部发展了 人工降雨怎么回事 人工降雨是大量基于 携带了大量水分子过来了 温度已经达到零下二三十度 大家的条件也够了 就是不下来 怎么办 人往上打炮 炮弹在云层里一炸 出来的是点化银等小颗粒 而点化银的分子作为义务 它作为凝结中心 水分子以它为中心 在这凝结 到一定程度变成水珠 变成冰雹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在现实里头 做到了过热水和过冷水 什么叫过热水 什么叫过冷水 就是超纯净的水 没有杂质 我们在一个大加的情况之下 把它适量升到 加热到奢氏 零上七百度 液态的水 你不告诉我一百度就沸腾了吗 就变成气了吗 你把它降温到零下奢氏四十度 液态的水 这就叫过冷水 它就挑战那个一百度沸腾零度结冰的 这个所谓科学的结论 有人说水我还不知道 水不就是俩氢原子 一个氧原子构成水分子吗 对 氢原子有三种 原子壳里头一个带正电的质子 壳外的一个电子 一个气头一瓶 这叫撇 河里头一个质子 一个中子 壳外的一个电子 一个气头两瓶 这叫刀 河里头俩中子 三瓶 这叫穿 撇刀穿 又叫重氢 超重氢 氢 重氢 超重氢 所以说在四年以前 一个院士写了一本科普的书 叫当今水世界 打开那本书 人家就说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水 是三种氢的同位素 撇刀穿 和九种氧的同位素 所组成的 一百三十五种水的 铜素 异形体 混合物 刚说完 青三发现 一个质子 三种子 一个质子 四种子 结果马上遇到麻烦的 就是汉字 为什么 一个气头 四数念什么 没这字 五数念什么 没这字 汉字不够用了 所以说青三 青四 只有化学符号 没有汉字 氧 我们发现了九种同位素 如果明年发现了 氧的第十种同位素 或者发现了 氢的下一种同位素 这水可不是一百三十五种了 或者说过两年 发现了金属氢 麻烦大了 比如说什么叫金属啊 原子核最外层 是一个电子的 就是典型的金属 氢就一层电子 也叫最外层 它就一个 但是金属氢没有发现 一旦发现了金属氢 金属氢跟氧组成的水 叫什么不知道 所以说 以前两年 他们辩论敬畏大自然 这几个唯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 就批人家 干嘛敬畏大自然 用词不当 对大自然应该是心灵仰慕 对未知领域 应该是敬畏心情 以知就是圈内 未知就是圈外 人越有学问 人的圈越大 圈大意味着人的以知越多 以知越多 边界越长 边界外头就是未知 所以一个人越有学问 一个人感觉自己越无知 圈大 所以说 孔子学人问 孔子什么叫知 孔子说了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什么意思啊 人贵有自知之明 人家问你 你就自己轻轻诸的知道 这是圈内 这是圈外 你只要问我圈里头 我说我知道 你要问我圈外头 我说我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 对于大 对于位之领域 我们当然得有敬畏心情了 你连知道都不知道 你都不敬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问 康德你敬畏什么 康德说 我敬畏头上的心空 和心中的道德 问孔子 你敬什么 孔子说 我敬鬼神 而远之 这话极棒 鬼神什么东西 位之领域 能不能证实 不能 能不能证伪 不能 怎么办 存疑 但是孔子呢 人家是儒家 是入室的学问 对不对 所以说人家呢 是对于那个位之领域 人家敬畏 而远之 离着位之领域 远离什么近 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 你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 我们不挣钱过日的钱 我们一毕业 我们就研究 黑洞的奥秘 生命的起源 基因的密码 那有病啊你啊 那玩意是谁干的 那玩意是科学家干的 科学家是干嘛的 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那种职业叫科学家 所以说 不要把科学 跟技术往一块搁 需要多 需要多不多 绝不能多 科学家要多了 咱就麻烦了 他们想探索黑洞的奥秘 他们要探索地外文明 这些家伙 造钱 你知道吗 人家要上月亮 完了还要上火星 多少钱 你中国这些钱 咱也不吃不喝了 咱也不上学 咱也不看病 干嘛 探索位置领域 所以一个国家 科学家多了 麻烦大了 我告诉你 科学家绝不能多 需要有吗 需要有 对不对 绝不能多 所以有人问我 说你主张不主张上月亮 我说我不主张上月亮 中国将长期处在受主义 出一阶段 中国的第一宝 中国的三农问题 中国的失去儿童 这些有关于国际民生的 用胡锦涛的话 叫最关心 最直接 最迫切的问题 你先解决这个 你要有了富裕钱了 问问纳税人 你们愿意不愿掏钱 你们掏钱 哥几个月亮人玩一趟 纳税人说 掏 你们掏 现在中国就这么些问题 你不解决 你跑月亮人干嘛去 对对 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有一首歌 叫在人间已是颠 何必要上青天 对不对 那上月亮 那都是美国人干的事 美国人阿波罗 花了几百亿美金 人家是超级大国 美国人上月亮 人家后来不上了 为什么 美国人们不干了 说我们拿这么些 先上月亮 那玩探索 位置里有头吗 你想想 所以说中国 我主张 什么时候上月亮 2020年以后 2020年 我们要构建成一个和谐社会 对不对 你们注意 构建了一个和谐社会 因为中国将长期处在受主义初级阶段 在初级阶段的时候 我们要解决三罪 对不对 完了你到了2020年 基本上我们变成小康社会了 我们也构建成一个和谐社会了 我不说了 那时候你问纳税人 你们愿意没有掏钱 我们几个要上月亮 上月亮玩一趟可费钱 而这一趟不算完 只要玩上瘾 那没头 那还有头吗 上月亮一趟两趟 在那建基地 紧接着就奔火星了 火星去完了就是土星 结果就是闽王星 结果就是地外文明了 对不对 就是半人马做阿弗星了 那玩你受得了吗你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他们有人说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愚蠢呢 你们 对不对 他要有钱 他玩 对不对 他拿我们纳税钱的人去玩 那你得增强我理解 最起码你得少是负增多数 对不对 人家上月亮玩告诉你 人家连你都不理你 就去了 怎么的 老百姓还说好 好什么好 你到得病的时候 你没钱看病 我就告诉你 你爸爸你妈妈 你就得 你有钱就看 没钱就死 我跟你说 你有钱 你那肾坏了 可以换一肾 换一肾多少钱 十万二十万 不换肾 透析多少钱 现在摆字呢 有钱你妈就活 没钱你妈就死 那钱哪去了 上月亮 给你用了 你说这老百姓啥不啥 你说是不是 但我不是反对上月亮 你得有一个阶段 你说对不对 中国 中国罪 我就说三罪 可不是我说的 那是胡锦涛代表党中说的 我们首先要解决这三罪 是吧 你得分清楚缓急 你不能三种下来的爱国主义 说你瞧我们上月亮了 对不对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说信仰就是对未知领域的一种敬畏心情 对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 社会公正吗 社会当然不公正 人生出来平等吗 人生出来除了尊严 没有平等的地儿 所以人生出来要追求平等 还追求不到 努力维护社会公正 还维护不了 那我就问你了 你为什么维护不了 还要维护追求不到 还要追求 这就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 他引了诗经的一句话 叫高山扬直 井行行之 谁不能治 然心一想往之 对不对 有人说 有人说什么叫信仰 信仰就是明知不行而为之 就是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这叫信仰 是吧 所谓信仰就是超越功力 叫不仅仅是功力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培养的人应该符合四句话 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四句话 叫内心充满善意 不懈追求完美 对不对 不是说你完美 你完美不了 但是你要追求完美 完了 努力维护社会公正 完成内心超越 这是儒家的四句话 说的非常的好 所以说人家 人家这个 这个这个信仰 就是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 对于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所以说信仰当然不是科学了 所以说你问清卫大学的人 说你们信什么 他们说我信科学 我说你们错 那科学不但不能信还得怀疑一切 不但不能信还得怀疑 所有的科学结论都得放到实践中 我重复一遍 就是不断的检验 还得做到与时俱进 那科学的结论 他不是让你信的 科学精神的精髓 就是怀疑精神 用马斯的话就是怀疑一切 所有的科学结论都得怀疑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信仰 科学是自然科学 主要以自然科学 那么人文人文学科 他说你不能给我们社会学加科学 所以你们别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系 不是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千万别给我们加科 潘森林也非常的同意 他说千万别给他加性科学 他说我不是 我是性学 我可不是性科学 性科学是什么 是性生理学 那叫科学 男性生殖系统 女性生殖系统 那是科学 我不是 他说他是性社会 简称性学 他既不是性生理 也不简单是性心理 他是性社会 所以说你们以后可以请潘森林给你们讲 性社会学 好 那好 因为你不知道性 因为现在这个性社会学 他还是差的很远 因为中国的性文明很低 一方面是性禁锢 一方面是性放纵 缺的就是性解放 你注意 性解放可是好词 性放纵不是好词 你像这次 这次这个陈冠希的这个艳兆们 这都属于性放纵 他们既不是情人 他们也不是朋友 他们更不是恋人 也不简单是更不是老婆 他们叫性放纵 你知道吧 性放纵呢 你再得私下里放纵 但是你给你照他干嘛 你照完之后又泄露出去了 结果对年轻人极大的打击 但是话说过来 坏事变好事 你对于青少年 对不对 你当然得有得有度 就得有度 但是对于成年人 说实在的 就可以看 你比如说潘森林的观点就是 对于这个性这事 第一就是狂轰烂炸 你们不是喜欢看吗 看 你看个够 一般来讲 看到一个半月 心里疲劳 视觉疲劳 不看了 所以说一个 从一个独裁到一个民主 那么他依法保障老百姓知情权 那老百姓说我就喜欢看 那好 佛朗哥 西班牙的独裁 佛朗哥下台了 西班牙民主了 那一段 大街小巷 全是黄色的东西 什么图片 录像 满大街 全是为什么 老百姓他就喜欢看了 好一个半月到三个月以后 没了 为什么 大伙烦了 你琢磨 让你看一个半月赤裸裸的性行为 你不烦死你 我告诉你 所以说在发达国家 年轻人根本就不看 为什么 年轻人一看 上当了 为什么 小两口一看性性的录像 回去 互相埋怨 为什么 那性录像呢 都是特技演员演的 回去之后 他拿特技演员 他就开始 埋怨 配偶了 那妻子就跟他丈夫说 说你瞧那个 那个男的 多的本人 你怎么就不行 那丈夫呢 又开始埋怨那妻子 说你看那个女的 那都是特技演员 你想想啊 所以说在发达国家 看性的 什么人 老人 老人都不灵了 老头老太太 想过性生活了 怎么办呀 看看那玩 他刺激刺激 年轻人还用刺激吗 你想想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国家 出现这种事 我跟你们出一题 网络自由 但是有人滥用自由 我要问你 对于滥用自由 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你们想想 有次任何都是双刃剑 任何东西都是有利有弊 你让他自由吧 自由是好事啊 什么叫自由 自己走啊 什么叫自己走啊 孩子生水会走吗 不会 大人领着 最后到一定程度 他妈妈撒手 这孩子自己走 自由了 这就是本意 所以说自由跟放任不一样 你注意 自由跟自由主义也不一样 自由就是自由走 自己走 但是自由也有坏说 为什么 你自个儿走 不要吹一跟头 你赖谁 你妈 你妈领着你呢 你赖你妈 你看你领着我 怎么我吹一跟头 你非要自己走 你妈一撒手 你就吹一跟头 你赖谁家 对对 你自己 小孩自己走的时候 摔倒了 怎么办 自个儿爬起来 对不对 所以说自由跟负责任 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所以我们叫自由的 你还得负责任 对对 但是我问你 有自由就有人滥用 滥用自由怎么办 你们知道不知道 怎么办 咱们不是说具体的招 咱们说的是理念 对于滥用自由怎么办 就是更加自由 只此一招 你注意 你千万不能说 我得管 什么叫黄色 什么叫淫秽 你扯了 什么叫淫秽 你跟我说 什么叫淫秽 什么叫黄色 你跟我说 人家潘自明就是扫黄专家 委员会专家 就定这黄色的标准 潘自明就跟我说了 怎么定 弄一帮家伙来定 说这个 说这个 这个画面上 不许出 接吻 人家潘自明说了 接吻有四种 亲脑门 亲脸道 亲手 可以不可以啊 他们说可以 嘴唇 嘴唇碰嘴唇 这叫前吻 又叫唇吻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 接舌吻 又叫身吻 可以不可以啊 他们说得有时间 时间多少呢 不得大于三秒 好 一拍电影 这帮都拿着表表表 一看 身稳了 掐着 到了三秒了 镜头移了 那接吻那一看不见了 他们镜头往下摇 那男的高 女的低 这女的翘起脚来了 也那脚 那男的站着 女的那脚翘起来了 这个作用 比让你直接看 还恶劣 为什么他挑动你的想象力 你知道吧 在英国有这招 英国说 你不让他看赤裸裸的性 他就想 比如说 女的得穿裙子 脱地 不能看让 不能让男的看见女人的脚 为什么 他一看女人的脚 他就看 他就想起小腿 他看见 他想到小腿就想大腿 想大腿 他就往上想 想屁股了 麻烦了 所以就得脚都不能漏 所以脱地 但是呢 女人的腿看不见了 哪也看不见了 吃饭的时候上鸡腿 不许 为什么 他一看见鸡腿 他就想起女人的腿 又麻烦了 鸡腿不让上 这是英国的招 英国说 宴会不许上鸡腿 怕你联想 最后 看见钢琴腿 又想起人腿来了 最后 在英国有一段 钢琴腿 都得拿布包起来 这就英国真事 这是人类的真事 不是说英国 你得想想 所以说 你就让他看 让他进岛堂子 你让他看 后来我就问过 一个男的妇科大夫 我说 你看见那个女性的音部 你有反应吗 他说 什么反应也没有 我一上班 他就得看 烦死我了 他说 对 你知道吧 你老不让青年人看 他可不是好奇吗 你得想想 所以说 对待滥用自由 就是更加自由 就是说 你说可以 我可以评评你 就这个道理 你不是说 你不是余丹 余丹他说 这个论语 他说 你可以说 但是你说错了 你说的不对 你可以让人批评 什么时候批评 必须得在你中央电视台的 那个所谓摆的讲台 余丹是说完了 这个论语了 人又有人批评他 但是批评的声音 你不让 你说 这最近余丹又开始讲了 完了 晚报批评他了 晚报批评他事 是什么 说你一分钟一个硬伤 你作为一个教师 你就不贝贝克吗 你头一次讲论语 漏洞百出 你这一次又让你讲 你还不贝贝克呢 一分钟一个硬伤啊 你还讲呢 对不对 你对年轻人你负责嘛 因为很多人不是研究论语的专家 所以说你一讲 尤其是先入为主 特别是孩子一听 听见什么事吗 先入为主 批评余丹 你们可能知道 前前一个礼拜之内 一张北京晚报 最后一句话说的狠啊 说的什么话 叫做巧言令色嫌疑人 余丹 这句话怎么讲啊 哎呦 这话可狠 这话实际上就是骂他呢 对不对 你一分钟一个硬伤 你就不 你上一次就出现好多笑话 你都知道了 上一次有十个博士就批他 我给你举个例子 孔子的学生问孔子 一个幸福的人生 一个完美的人生 应该怎么度过呢 孔子说 知者不惑 人者无忧 勇者无惧 那么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呢 就是不断地求取知识 以至于不再对 实际上的事物产生困惑 这就是求知欲好奇心 求知欲好奇心 就是人类三百种基本的欲望跟需求的第一种 这是社会学一篇论文 反复论证过 一个孩子生存就知道喝奶 就知道呼吸 就知道拉 就知道啥 是他的欲望跟需求吗 不是 是本能 孩子长的一个半月左右 听力不发达 视力不发达 但是他已经有了意识了 那个时候你给孩子什么东西 孩子往嘴这儿搁 因为他感觉外界事物靠了嘴 他饿吗 不饿 刚吃饱了奶 所以说将来你们做了父母 你们都知道 给婴儿什么东西都不许带毒 不许带刺 不许太光伙 不许太小 因为你给孩子什么东西 孩子都往嘴这儿搁 干嘛 好奇 就是好奇心 由一个半月左右开始形成 一直伴随到人类终身 一直到临死的前五天 好奇心没了 所以我们那学生跟我斗 拿着论文说 周老师你有没有好奇心 我知道他说什么 我说没了 他说您还有五天活头 对 我还有五天活头 对不对 开玩笑吗 对不对 所以说人家孔子说的 不断的求取知识 求取知识有什么功力吗 没有功力 超功力 好奇心 求知欲 没有功力 超功力 不仅仅是功力 对不对 完了 真诚的待人如己 以至于不再为个人的得势而忧愁 就是不要老患得患失的 这就是忍者无忧 勇者无拒呢 就是勇敢的实践前行 以至于不再畏惧任何困难 人家孔子教学生的是一种人生态度 用六用咱们六中全会的那个话 就是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 你说我们老师将来当老师教学生 教学生什么呢 教学生树立这良好的心态 就是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 自尊自信 对不对 那么人家孔子说的一样 对不对 完了 于丹怎么说 当时智慧的智跟知识的智通用 那写的一个智者不惑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当智者不惑 于丹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再问人呢 他就暗自那解释了 智慧的人就不迷惑 人说废话 迷惑的人就不智慧 吃饱了就不吃 这个傻就不聪明 聪明就不傻 吃饱了就不饿 饿就没吃饱 这叫同意重复 他刚才智慧的人就不迷惑 这不是废话吗 人家给他提出来了 其实呢 他完全可以闻过则喜 是吧 完全可以谦虚谨慎 不教不道 按照胡锦涛两个务必 他来一什么 他来一耍赖 他说是吗 人家你这次你说是吗 你回去一头看看 对不对 还不改 你知道吗 这都是硬伤 这不是我跳的 这个南方周末办的不错 南方周末前几年有一期 叫孔子哭了 人家 人家给余丹挑出来 孔子哭了几十回 为什么 余丹给人家胡说八道一回 人家孔子哭一回 你去看那份文章讲 叫孔子哭了 你知不知道 完了呢 讲庄子 我去年十月一 没什么事 到晚上12点 我打开电视 我亲自看 这余丹讲庄子了 他讲什么呢 然后给看见了 我就亲自看见了 他说什么 乌龟 林阳要跟乌龟赛跑 小乌龟就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 第二天 乌龟跟林阳在同一个气泡线跑 林阳跑了去了 跑了一会就停了 问你在哪呢 在他前面的草丛里 小乌龟说 我在这呢 他接着又跑 又问你在哪呢 我在这 跑到终点 你在哪呢 在他前面的草丛里 小乌龟说 我在这呢 小乌龟赢了 这是一故事 不是他编的 这余丹就讲 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是头天晚上 小乌龟答应跟他比赛之后 紧急动员了乌龟家族的小乌龟门 连夜排了一路 只要乌龟 只要小林阳一停 一问你在哪呢 后面那乌龟不说话 前面那乌龟说 我在这呢 最后 余丹教授认为 这是中央电视台 给他打出黑体字来 叫余丹教授认为 冒号 在这个世界上 智力比速度更重要 判断力比技巧更高明 人家批他 什么东西 明明是一个有组织诈骗行为 明明是一个 比破坏比赛规则的问题 人家头天林阳跟你谈 肯定是单向 结果您自己改成 个人跟团体了 你那不就跟北京 就跟中国踢甲球 吹黑哨一样吗 中国足球 甲A什么 中超都让这甲球黑哨给闹 都快闹黄了 你知道吧 满岁数 中国 你不是说一剑连 一剑连 满三岁 怎么知道 我有一次上飞机 坐飞机场 坐飞机 坐百度碰见 蒋兴权 曾经当过国家南岚教练 挺大的个 他也坐那个车 那车等人 在这待着 对不对 百度嘛 那大大课声 我就我就过去了 哎 我说蒋 您是 蒋教练 他说是啊 后来我就说 我就跟他聊 聊几句呢 我就问他 我说 传说一剑连 满三岁 真的假的 蒋兴权 亲的跟我说 真的 我说为什么 他说 他说在小的时候 一岁跟一岁差远了 比如说你十岁 我七岁 那七岁要跟十岁的比 基本你比不够 对吧 你们想 小时候差三岁了得吗 到你一百了 我一百零三了 一样 咱俩一样 这是吧 所以说小时候可不一样 你可别忘了 所以说一剑连 他长到 比如长到十岁 上面就要重点培养了 那么一剑连说 我十岁 十岁 他跟十岁差不多 那么一剑连说 我七岁 那么上面一看 七岁就这么那个了 重点培养 他就是为了这个 他满三岁 后来我就问他 姚明满不满岁 说 蒋兴权说 没满 我说为什么 因为姚明在同类人里头 已经是初来八岁了 他不用满 第二 他爸爸他妈妈都是篮球队的 都是这圈里的人 他把他妈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 人家大伙都知道 你满也满不了 他也不需要满 而一剑连呢 是广州的 他不是这圈里的人 特别不是北京这圈人 他就满了 他亲自干扰我的 所以你看 满三岁 我说普遍不不变 在我们中国的运动队里 普遍 为什么 我们有什么 十七岁组 有十八岁组 一到少年的时候 我们跟人踢足球 我们中国的成绩挺好 都满着呢 人家外国是十七 我们这都是二十了 跟人踢去 肯定啊 可是你再往上呢 不成了 你看一剑连就是 如果一剑连是 这个岁数打到这份上 没问题 如果他已经长了三岁了 那就不行了 你就不行了 所以说满岁数 还是满高度 你不是姚明吧 他根本不是二米二六 现在改成二米二九了 你早干嘛去了 因为你现在在改 人就开始说了 您都二十八了 您还长个呢 您都二米二六了 你居然二十八岁 你居然又长了三厘米 你那骨头能不输吗 最近脚又坏了 你知道吧 人家外国人说 巨人症 中国人就是污蔑 谁说我们姚明巨人症 姚明呢 就是好人 你看没有 中国就把他当成爱国主义 我们中国人就能长到二米二九 二米三 其实呢 人家说 如果你真是二十六岁 还长个儿 那就真有点巨人症 你看他那骨头坏了多少次 你知道吧 坏六次了 你想想 有一粒必有一臂 你那么大个儿 你还长 你那骨头他能不输 见鬼了 你知道吧 你到了这么大岁数 那就开始缩了 你知道吧 老人都那个儿都得缩 哪有老长个儿 老长个儿不是好事 你注意 而且你长这么大个儿 他负担重 你得想想 对不对 就跟那长脖子路似的 长脖子路 他不敢 他那头太低 太低了 他脑溢血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吗 你把血压得那么高 完了这脑袋 咔一下就滴来了 就晕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 中国 我们叫齿文化 西方叫醉文化 所以我们社会学 基本的一个结构 简单给大家介绍 我们社会学的一个 基本结构呢 简单清楚就是三句话 我们叫经济体制的转轨 由一个计划经济 转轨成一个市场经济 转成了吗 没转成 所以中央有一句话 叫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 清除体制性的障碍 是吧 那么第二句话 叫社会结构的转型 中国原来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社会 二元分割对立 这边欺负农民 用难听的话 中国哪里是八亿农民呢 那叫八亿农奴 农民是可以自由农才叫农民呢 中国的农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吗 没有 那时候你农民你敢进城 叫盲目流动 盲目流动叫盲流 盲流跟流氓差不多 逮着就给你送回去 叫收容遣送制度 一直到04年 一个孙志刚打工 一个打工的人用他自己的年轻的27岁的生命 是吧 收容遣送 就你在大街上去做了 就给你收容来了 怎么回事 对不对 就给你遣送 你不老是打你 打死了 当时中国事 是700个收容战 你知道吧 这种像孙志刚这种事也不是个别的 你知道吧 最后呢 废着的一部恶法 由收容遣送改成收容救助 最近胡锦涛又讲逐步的按相同的比例选举来代表 这才把我们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你是中国 你是个二元社会 你城市享受12种特权 是吧 12种具体的制度安排 只有一种是有利于农民的 就是生育制度 因为农民有的地方可以生两 城里的可以生一个 除了这种生育制度 11种制度都是欺负农民的 你知道吧 把农民欺负到什么程度了 我特别的烦这赵本山跟那个 不是赵本山还是谁 就是黄虹吧 他跟那个宋丹丹演的那个 那个 尤其是宋丹丹 妖魔化我们的农民 你看看他给农民演的 贪婪 无知 无耻 那中国农民是那样吗 你得想 中国的脏活苦活累活 都是人家农民工干的 你吃人家 你用人家 你在电视上还妖魔化人家 丑化人家 是吧 太不像话了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中国的自杀率 在全世界是第二 中国想自杀大约上亿 自杀未随的200万 什么叫未随 有行为没死了 说上吊吧 绳子是伪劣的 说喝点毒药吧 毒药还是假冒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假冒伪劣就是多少人 中国自杀未随的是200万 其中成功了到28万7 一次性成功到21万 自杀有未随史的7.7万 这是报告 最近我们人大又跳下来了 所以我们学生就问我 周老师 咱们人大学的学生怎么老跳楼 谁知道 是吧 他跳楼以后他保命 他的遗书都不公布 其实你把他跳楼的前应后果 他的遗书你公布 我们可以研究 怎么办 对不对 完了中国的自杀公布以后 在全世界我们拍电 但是有在三个地方 我们都是表现出中国特色 因为全世界男性自杀率 是女性的三倍 只有中国女性的自杀率 高于男性26% 人家是三倍 我们把三倍找回来 还比他高26% 第二个农村女性的自杀率 是城市女性的三倍 第三 西方除了我们中国 往连岸国报的这些 有自杀材料的这些国家 人家的自杀 百分之七八十都有病 原来心理上经常有病 我们中国自杀 百分之七八十没病 你知道吗 原来这是丑闻 根本不让说 没想到前几年入世了 按照规矩得报了 我们就报了 报了之后 咱们还不说 连岸国的出版物给说了 是哪来的 中华人民国政府报的 咱们也没出去必要 说我没报 咱也没说 所以这就是真的了 对不对 你想想 所以说中国原来农民 当然惨了 你现在吃人家 喝人家 你还骂人家 你还干什么 你愚昧 人家落后 人家能不愚昧吗 你让人上学吗 对不对 你吃了地区歧视 教育部也非常恶劣 你们都知道吧 原来北京的学生 比如说六百就能上大学 到了青岛 得七百 吃了都搞地区歧视 后来三个青岛的女生 状告国家教委 违宪 违背宪法 宪法里说上的时候 就要全力居立平等 既然全国是一张卷子 凭什么我们青岛的学生 就得比北京高出七十分 我们才能上同样的大学 这叫什么道理 结果教育部不但不去改 改成什么呢 各省市自己命题 这样的话没有科比兴了 北京的题容易 出题都告诉北京 出题的那些老师 出题容易点 出题容易点 北京孩子啥分子高啊 外地的孩子聪明 他那题难呢 最后拉平了一段 完了又干什么呢 他不是一道题 等不可比 这就是教育部干的事 他不但不去正面的 来去慢慢的改 他给你 给你搞这事 你知道吧 所以说现在有人说 主张各大学自主招生 我坚决反对 现在中国最公平的 就是这个高考 使得无数穷孩子 要钱没钱 要权利没权利 要声望没声望 但人家脑子好使 人家智能用功 人家可以参加公开报名 择有录取的高考 人家完成社会的流动 高考是最清廉的制度安排 但目前剩下体干 分房 斩公司 平支撑 你去看 哪个制度安排比高考清廉 完了这边教育界 老是批评 应试教育 这是高分低能胡说八道 我跟你讲 你想想 你要说把应试教育 改成素质教育 这就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你有没有评价素质的指标体系 你有吗 你可别忘了 你可有评价分的指标体系 每年都把十几个有记忆的老师 照来出一份数学卷子 出一份物理卷子 化学卷子 对不对 把他们集中好几个月 搁在一个宾馆里头 不让接电话 不让写信 干嘛 保密 完了 根据他们教育大纲 高中物理 一百三十个知识点 这十来个教了几十年的 这个 这个这个书的这些有记忆的老师 根据这个两个小时 根据这一百三十个知识点 给你出一出一出一套题 完了你去考考 完了你得一高分 我就说了 高分低能 我问问 有没有评价能力的体系 你有没有 你说有 好 这边高分 拿评价能力的体系 一评价低能 这你就可以说了 高分低能 你根本素质中 没有评价体系 结果人家考一高分 你干啥低能 我说 如果这要作为普通的 这要作为普遍的道理 那还不好办 谁分低要谁 低分他高能 那不就完了吗 至于说高分有低能的 我说那叫废话 林的大了 什么角没有 中组部提拨干部 到了政治局委员了 多数集 照样出陈希同 照样出陈良宇 人家中组部都看走了眼 那至于说高考 好几百万上千万 有几个高分的 出了几个所谓低能的 你就拿他说事了 开玩笑吗 这叫 对不对 再说了 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跟应试教育 是一码事吗 所谓应试 什么意思 你考 为什么要应试 就是选拔 因为高等教育资源 是有限的 我考大学的时候 5%的助学率 100个取5个 现在100个取25个 够快的了吧 但是同龄人 4个 一个上大学 那三个上不了 我问你怎么办 这叫分配稀缺资源的办法 高等教育资源 到现在也是稀缺的 4个人里头 只有一个人能上 我问你怎么上 最公平的办法 抓捅 西藏就是抓捅 西藏活佛死了 怎么办 找几 按照规律 找几个小男孩 培养几年 没毛病 皇上给一瓶 金瓶 把这几个孩子做一签 晃晃晃用 一抽 这叫转世灵同 金瓶撤签 怎么样 挺好 以后上大学 可以 4个人都想上大学 一抓 抽一个 谁抽上 上大学 那三上不了 好啊 能这么办吗 对不对 从科举 科举就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是中国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将近1300年了 什么叫科举 公开报名 则有录取 你注意 还非得说这科举不好 怎么不好了 对不对 中国有科举 中国就能选拔人才 就能解决分贝稀缺资源的问题 你想想 叫学尔优则事 太对了 学尔优 什么意思 一个是成绩好 一个是你还有精力和兴趣 你则当官 叫学尔优则事 怎么不对 好 学尔略则事 谁被谁当官 开玩笑 对不对 所以说人家中国除了皇上 不是考的 第二把手成像 就是学尔优则事 就是科举 太公平了 那是全世界高度文明的一种制作性安排 结果1905年9月2号 青少皇上下语诏书 废科举 你废了科举 你倒有选举 选举是现代政治 你又没有选举 你又把科举给废了 怎么样 啥了吧 什么叫啥了 精英上不去了 原来是全国的精英 通过公开报名 自由录取 不断 不断补充到统治阶级的上层 上至下语 最多发生改革或者改良 结果你把科举给废了 精英上不去了 统治阶级迅速衰败 精英在底层呢 就要发生革命 你为什么 下至上狱了 他不得革命吗 你像孙中山这种才华 最起码是个举人 对不对 结果你把科举给废了 这帮家伙上不去了 怎么办 你又没有选举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人家这些高能人口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 人家就开把干嘛 起事了 你以为叫革命呢 叫起事了 后来日本说 孙中山闹革命 他们一看 日本人这词好 革命 又找中国人 革命哪来的 汤武革命 易经理就有 从此改成革命党 原来叫起事了 就咱哥里个起事了 为什么咱哥里个挺 本人挺大 又上不去 上不去 咱就起事了 闹事了就是 你知道到了1977年8月8号 叫7788会议 邓小平做了一件大好事 叫恢复高考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到高考到今天 是中国最青年的证 有人就告诉 就是李兰青 李兰青曾经是副总理 主管过教育 就他发明的 或者他鼓吹的 叫什么呀 素质教育 我说你都搞了素质教育 你解决分配 稀缺资源的办法了吗 那四个人要想上大学 天经地义 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接受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资源是有限的 肯定是有限的 四个人里得出一个 大家都搞了素质教育 谁上 我就问你谁上 你不还得弄一套 评价素质教育的体系吗 那么你评价什么 比如说你评价跑 跳投 钢琴 那没得出来 那我老师 我还是应试 你凭什么我就教什么 你考钢琴 我就教孩子学钢琴 你考京剧 我就教孩子唱京剧 那一个老师 不搞硬式教育 人家敢把孩子送你来吗 我是一老班主任 我说告诉你们 我搞素质教育 他考什么 我不教什么 学生说了 我搞素质教育 你教什么 我不学什么 开玩笑吧 哪不都人 所以说中国在教育界 是一锅粥 我跟你说 从李兰青来讲 一脑子巷子 我跟你说 一个错误概念 接着一个错误概念 在这害人 你知道吧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个高考应该怎么办 首先应该稳定 教材 你不能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 四十五经 两千年了 对不对 有人想接受高等教育 没得说 高等教育 有一门槛 这门槛 二十年不能动 考场不能一考定中身 以后就是春夏秋冬 一年四四 春天没考上 秋天再来 春天没考上 夏天 夏天没秋天 以后改成永久性的考场 这教师就是考场 你想考大学吗 对不起 得有门槛 什么叫门槛 高中物理 一万道题 十万道题 进来抽签 抽二十道 从题库里抽二十道 按着类型 够了 够了就上 不够 不够 明天再来 干嘛自上 每个人一年 给四四免费的机会 春夏秋冬 如果天天来 交钱 就这么简单 天天你要来 那可不可以交钱 你今天考不上 明天你又来了 可以 你交钱就考 这就是托福 就是这么干的 你以为谁这么干的 托福第二 就是考试公司 就是美国政府 交给一个 有信用的 一个民间机构 他们就是研究 怎么叫教育评价 他们怎么用 一段时间 把你的水平 英语的 听说读写的水平 给你评价出来 这叫考试公司 中国以后 都是考试公司 但是考试公司 得有信用 对不对 你要想接受高等教育 我就得有一个门槛 过了门槛 我就让你上大学 大学不够 怎么办 多收税 用纳税人的钱 我多办 就平衡了 对不对 你想想 包括民办 只要你达标 你民办 我也可以办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就把这事捋顺了 你就用不着一次考试定书身 你也用不着考试以后 你没考试就自杀 用不着 对不对 对不对 完了呢 大学本科 通通改成 通财 到了研究生 再分专业 发达关系就是什么干的 因为你考大学的时候 你就分专业 你知道那专业是干嘛的 比如说你没 我们去社会学的学生认论 说我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 我说你这社会学教什么的吗 我说你这社会学有我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讲的什么吗 根本他们不知道 所以说我在人民大学 开研究生选修课 今年 今年给我排的课是 这个 美星就明天 星期五到下午两点 到三点半 全校研究生的选修课 选别的课的最多三十 最少的五个 选我这课的二晚 说你们谁想听我这课 免费啊 随便去 星期五的 就是明天 每星期五的下午两点 到三点四十 两节课 1402 就是人民大学 一教的402 1402 早去 我的教室挺大 早去站一坐 晚去没坐 北大清华他们都去 什么二外的 他们理工的 他们谁去谁去 你们去 我是讲当今中国的社会和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的社会就是经济体制转轨 社会结构的转型 所谓转型就是二元封闭 变多元开放 完了 中国迅速进入到高风险社会 这就是我 我讲的一个核心概念 风险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 大幅度增加 现代高风险 怎么办 了解这些风险 降解这些风险 规避这些风险 分散这些风险 经营风险 这就是我们社会学的顶尖的学者叫吉登斯 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 英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 他是经济学院长的 他是经济学院的院长 是个社会学家 他的核心概念就是现代高风险社会 我们中国迅速进入到了现代高风险社会 比如说车祸 一年我们撞死十万 撞伤一百万 北京一年撞死两天 一天平均四五个 一天平均大概五个 上午俩下午三 俩本地人三外地人 撞死一天就撞死五个 还得撞伤五十个 这就是北京 机动车一年撞死十万 美国的机动车是两亿 一年撞死三万 我们的机动车是两千万 一年我们就撞死十万 再加上四两子两万 十二万 还有四两子呢 统计不上来 所以说中国迅速进了高风险社会 如果我们的汽车达到美国两亿 这个事故率如果不降 一年撞死一百二十万 你们想想 所以说这就是高风险 包括你将来在北京结婚生一孩子 那孩子装修 装修半年之后 你就千万不要去住 为什么 北京儿童医院 亚洲最大的儿童医院 调查了 白血病翻六倍 原因是什么 半年他们家装修了房子了 他们家这孩子白血病 你们去问去 现在北京的癌症第一位 第一位 为什么 北京强烈致癌物 主要汽车的尾气 叫可吸入颗粒物 所以这次奥运会 人家就说了 不来 不来 要来 要来都带房子面具 美国说了 我不敢吃你们的东西 我带两万五千磅 肉和水 连水都带 中国说 你这不是男不开心的吗 所以说两会以后 大力整治北京的交通 现在已经杠上来了 外地车不让进了 两会以后 马上就是单双号 如果单双号还达不到空气的质量 怎么办 就开始十个号 所以你有钱 你们家买十辆车 第一辆车 尾数是零 那就是十号 二十号 三十号出来 所以说你要买车 你就买一 为什么 一 十一 二十一 有的月 还有三十一 你占便宜 你买那一 它有的是月 它能出来四天 对吧 所以说你要是有钱 你买十辆 从零到十 你就天天都出来 两辆不成了 没办法了 你说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马上就完了 马上就完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时间观想 我也不能讲的太多 这个 所以说呢 最后呢 就是说我们社会学 就是这三句话 就是体制的转轨 社会的转型 迅速进入到高风险社会 百年四件大事 05年9月12号 废科举 中国开始搞革命 紧接着就是战争 完了解放以后 叫运动 改革开放以后 叫建设 叫革命 战争 运动 建设 百年四件大事 是吧 现在我们到了搞建设了 对吧 完了改革开放30年了 78年三中全会 到今年接近30年 中国有一句话 叫30年河东 30年河西 所以现在又到了改革的 叫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 就是78年 小平同志做的讲话 第一个词 解放思想 实实就是团结制向前看 推翻两个凡事 毛主席说的不对 这是当时第二次思想解放入室 加上世界贸易组织 现在面临的就是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三次思想解放 从什么地方解放呢 广东省的书记叫的汪洋 最近在报刊上说了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当时是阶级斗争 要天天讲越越讲 千万不要忘 阶级斗争 小平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他并不是说环境保护就不好 他是说街道争 现在的经济建设为中心 什么都是钱 那怎么办呢 得搞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 发展难不难 不难 可持续发展很难 对吧 所以说现在呢 叫做不患寡 患不公正 所以现在把公平正义提出来了 经济学家鼓噪 效力优先 坚固公平 中央上当了 前几天那中央 他也宣传 中央文件里这么写着 效力优先 坚固公平 也给公平 中国本来就不公平了 农民惨的家了 都欺负人家 还来个坚固 你一个政府是全力保公正 这个社会还不公正了 你还玩一个坚固 中央后来改了 改成一次分配 效力优先 再分配 注重公平 更加注重公平 时期大又改了 叫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都要处理好 公平和效力的关系 特别是 特别要注重公平 你看没有 他改了 现在又改了 公平正义 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自由平等 这是三个核心理念 其中 不患寡 患不公正 好话 不患寡 患不君 表达不确切 改成不患寡 患不公正 只要这个社会公正了 什么经济 什么 全上去 是吧 所以说经济学家 你们不要听他们鼓噪 经济学家 特别是出了名的经济学家 一个一个慢慢都变坏了 他们慢慢都变成了 大规模 有组织金融诈骗集团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你注意 你不是说这个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我最后再跟你讲一句 你不是猪石油 你们都知道 现在有问题 你问军能有几多筹啊 你说我买的都是猪石油 猪石油是航空母舰 定海神针 鼓噪鼓噪 16块7一股 一上市 第一天48 均价42的时候 换手率 百分之百 也就是16块7的 他们都抛了 谁接的 百分之92 在散户 就是在42的价位上买的 百分之92是散户 百分之八是机构 看见吧 完了 现在中石油呢 就二十多了 第一天就套住了散户 700个亿 为什么散户 在48的时候他都买 他认为明天58 他为什么有这种认为 就是后头有一个大规模的 有组织的金融诈骗集团 在忽悠他们 这个诈骗集团的重要成员 经济学家 还有一些无耻文人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柯云录 无耻文人 居然在晚报上写 股市一万点 看见吧 天天有一篇股市一万点 故造 这帮散户 老百姓一想 一万点埋呀 怎么样 坑死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中国的 中国的股市 要说的滑稽点 人家吴景连说的好 吴景连是连续两年 被中央电视来评为 十大感动人物 吴景连说 中国的股市 好比一个大赌场 但是赌场也得有规矩 比如说 不许看别人牌 我们中国的赌场 是别人可以看你牌 所以他们主持人问我 说老周 吴景连说的好吗 我说说的好 我说他那个意思 我再给他重复一遍 就是中国的股市 就是一个大规模的 有组织的金融诈骗集团 你买不买股票 买 跟谁玩呢 跟一个大规模的有组织 你没有小规模 最多你小规模 或者你没组织 要散户 你玩得过他吗 玩不过人家 所以说你们都知道 所以说你们要跟经济学家 他给你鼓噪 那你给他千万点冷静 为什么 他是某个公司的独立董事 他给你鼓噪起来 他可发了 现在著名的经济学家 都发大财了 我跟你讲 他们都成功了 他们就还能一个学 叫成功学 太恶劣了 什么叫成功学 现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人里头 大约有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得了手的骗子 和没有逮着的再逃犯 他们都成功了 一个都一丸富翁了 你们知道吧 所以说呢 你们要愿意呢 听我系统的讲这个社会问题呢 我讲十八周 每一周讲两节课 就是星期五 你们要愿意去 你们就去啊 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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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